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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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 一 你只有一个问题就不必写一 同学你应该知道 一是预示有 有有有有 你不写还同一行 有二三 非常介意男朋友与异性交往 然后一个箭头指出来是红颜知己 是我心里不正常吗 还是男朋友的错 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好吧 我替你问一下好不好 我有我的看法 认为男朋友跟异性交往 那那个这个女的女朋友心里不正常 认为这是女生的问题 还认为是女生问题请举手 好 那不是证明这问题是你问的吗 是这样吗 不是你问的 好 OK 有的时候就是个陷阱你知道吗 好 认为这女生没有心里不正常 请举手 多一点 不是所有 好 放下 谢谢 不是你要让同学知道 你知道吗 我到底是正常不正常 那与其孙老师讲 对不对 我讲我一个人讲 我这个人有时候很特别的 我认为不正常的可能就是正常 我认为正常可能就是不正常 所以我有时候自己很困扰 所以让你们投一个票 你可以看到 不管你是谁问这个问题 如果你在场最好 所以这不是男朋友的错吗 那红颜知己嘛 当然这也是上次讲的 见色忘有的问题 如果你的红颜知己哪一天 忽然间跟你男朋友越走越近 那这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这就更加不是你的问题了 你要防止你的男朋友 跟别人在一起 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很困难 因为他一定会跟别人在 参加社团或干嘛 如果你一定要盯着他 一定要他在哪儿 你就在哪儿 那你会非常辛苦 你的生命基本上绕着他转 除非你是月球 他是地球 不然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你懂我意思啊 月球还有阴暗面呢 你更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比喻 有的时候我自己讲到 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好第二 男朋友不过纪念日 不送礼物 是男友不在乎这形式 还是他不够用心 认为男朋友不够用心的同学 请举手 不过纪念日 不送礼物 你没讲你们认识多久 只有一个人 两个人会举手 三个 四个 有两个男生两个 认为你们手举高一点 好吧 好像衣服那种 欸 waiter 你waiter也是这样叫的 计程车也是这样叫 你怎么叫计程车 你怎么叫 怎么举手 好吧 有人是这样 认为不是他不够用心的请举手 对 对 对 就这样 好 谢谢 有人叫计程车这样叫的 好 我觉得看情况了 他是不是用心你都不知道 这个你还蛮危险的 不过纪念日这不算什么吗 有些纪念日 不是你假如认识很久了 你过纪念日就是增加困扰嘛 好 你假如第一年就不过纪念日 这有一点点奇怪 还有那纪念日是什么 你知道我有学生的纪念日是以week来纪念的 我们认识了三个礼拜 前一个月我可以理解了 就像生小孩 小孩的岁数是用月来计算 每次你就问他说 这小孩多大 他说18个月 为什么不讲一年半呢 对不对 讲18个月 这个他们非常喜欢这样的 尤其怀孕的妇女 你都是这样讲的 医生也是这样讲的 不知道从几个月以后 才变成我们正常的说法 18个月 这我常常听说18个月 你怀孕几周了 怀孕要有个几周 对不对 英文叫trimester 你怀孕几周那是用周来算 纪念日有人用周来算 这真的是 真的是 如果用days来算 那就更奇怪 我刚才认识15天 什么22小时又50分钟 你是干嘛 你拍电影嘛你 所以这个男朋友不过纪念日 不送礼物 只要是 你能理解就OK啦 你不能理解 如果你只要纪念日 只要礼物 那也许你跟他在一起 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 不过我个人觉得还好 但是你的 就还有看别的 如果他别的行为有 那没有这个OK 别的行为没有 这个也没有 那你最好重新开始 另起炉灶 这个 好 三 爱一定意味着原谅 然后问号 原谅任何事情 我们都会教你 爱有没有包含原谅 好不好 这个我就不要一直说 也不要让同学举手 同学老举手 会觉得这门课在干什么 这样 所以爱是不是一定包含着原谅 原谅任何事情 如果你是教徒 当然是啦 那首歌是这样唱的啊 爱是恒久忍耐 也有恩词 爱是不嫉妒 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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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 那句话应该不是 放逐四海皆准啦 大部分情况是 但是 也不能一个人老让另外一个原谅 懂吗 原谅就要彼此 好我原谅一次 那下次你原谅我OK 連原谅都要平等对待 共同奋斗 这样才会有益 不然一个人老是希望另外一个原谅 可是蛮奇怪的事情 好的 这星期没问题 迟到的祝福 祝老师教师节集中秋节快乐 这是上礼拜的 谢谢同学 有人写卡片给我 非常感谢 我常常觉得我才教了几个礼拜 其实不值得各位同学谢 因为套句英文说 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 还没看到老师全力发挥的时候 你现在就谢 那老师不就谢了吗 什么 就没力气了 我已经教到最好了 我干脆死掉算了 这才第几周呢 看下去吧 已经有人说老师 我另外一个课 老师你讲的我都懂 没什么新鲜的 而且你笑话已经锐减了 我这段课不是讲笑话的课 OK 好 刚刚的问题完了 束缚我的 上礼拜接到一个同学送我月饼 因为上礼拜 昨天我就说老师很喜欢吃月饼 结果下课前就三个月饼送到我的手上 我就在晚餐之前把它全部吃光 所以今天去买衣服 人家说你要不要穿XL的 我已经胖成这样 我现在都不敢看我的录影带 怎么这边有两坨肉 好吧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要算恭喜你吗 如果单独跟另外一个男生出去吃饭 是不应该吗 好我们来问一下 看看大家的民意调查 他已经有男朋友 如果单独跟另外一个男生出去吃饭 是不应该 认为不应该请举手 我们不要问说假定什么状况 认为不应该请举手 认为应该的请举手 好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认为不算什么了 当然这里面要有前提或什么了 所以这样算解答你的问题吗 是同学在解答 为什么有男朋友 就不能跟另外一个男性的朋友出去呢 那为什么会觉得不应该呢 请分享一个 你觉得最棒的幸福的爱情故事 这是我的作业吧 你怎么变成我的作业 因为我要叫你们作业的声音 你们这一周 礼拜要叫一个作业 对不对 等一下下课叫到前面来 分享最棒幸福爱情故事 凡是老师会讲很多故事 而且我这个老师有一个困难点 我很难区分最棒这件事情 老师你最喜欢的电影名字是谁 我有一坨拉库这样 那我第一个想到 必须表示他就是我最喜欢 他就是我第一个想到 老师你最喜欢的爱情电影是什么 我真的有这种罪的这种困扰 我是这种博爱的星座 什么事情对我来讲都有它的特色 就像每一个同学 认识不认识每个同学 你都是在我心中有特别地位的人 你要说老师你上这门课 你最喜欢谁 这我没办法回答 我没办法回答 而我心中没有这种耻 所以我最喜欢谁这件事情没有 最喜欢谁只有跟我老婆有点关系 我当然是最爱我老婆 这录影一定要 老婆我最爱你 顺便讲一下 我相信我太太要是真的有机会看到这一段 我一定知道她在那边讲什么这样 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喜欢的人 哎呀这问题就大了 这问题真的很大 可以拿一个前面的研究 学生的同学的研究 这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而已 从我第一年教书 同学就有这个问题 特别女生有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 男生应该也有了 但是女生有这个问题 结果那一组的人呢 就去研究台大有多少人 这我讲过没 台大有多少人谈恋爱 没谈过恋爱 大师毕业前讲过了嘛 那他们的困扰就是发现 这我也讲过 我重复一遍 万一你第一次没来 他们发现的结果就是说 如果你是定点移动 家里图书馆公车站 家里图书馆公车站 捷运站这种 那大概你会交到朋友的机会非常少 第二个呢 就是假如你讲电话 都是那种很简单的话这样 那个你会认识的人机会也非常少 你是那种不会哈拉的人 不会借体隐身的人 你这也很少这样 所以这是我两个特别记得的 如果你害羞内向都还可能交到人 有人是那种会放电的人 特别是他们有人相信 某一个星座的人是特别会放电 我也碰过这样的人 我从来不相信星座 我觉得星座都是骗人的 或者星座是个不完全的那个 然后靠着你对号入座 来造成星座很准的这些现实 那那个同学呢 就双鱼座的 这样讲可以了吧 卡掉就可以了 双鱼座的女孩子 她说她很会放电 然后她完全不承认 她说老师太不公平了 我跟你一样我不相信星座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双鱼座的 人家都说我很会放电 我那你为什么不相信 她说我没有啊 才讲完不久 我说好那我们今天聊什么 我说老师 为什么我常常写一个 在网上po一篇文章 就会惹来一堆人 我说你po文章 不就是要惹来一堆人吗 你这不是就po文章的目的吗 你如果不想惹来一堆人 你就不要po文章 不会有人那个 老师从来不po文章 怎么会惹来一堆人 我现在还有这个Facebook粉丝页呢 也没惹来一堆人了 所以好 我说那到底po了什么文章 我看一下她就给我一看 我靠就是类似这样的 不是刚好是这些字眼 她意思说 哎呀今天晚上下雨 让我的心绪极度无聊 我就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想到好多好朋友 然后觉得现在都不在身边 我觉得好寂寞 你觉得寂寞人家 当然来说 你要什么我就跟你聊天吧 不要这样子 怕你怎么样 然后他说我只是发表 我很寂寞 我并没有要跟人家聊天啊 那你就不要发表嘛 你发表不给人家边看吗 这不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发表人家跟你回应 然后你就嫌说这些人好无聊 然后还有人约他出去 你在台北吗 我半个钟头之内 我可以在101跟你见面 什么之类的 在love前面这样 他觉得这些男生极度无聊 我说你才无聊 对不对 无聊人引出无聊鬼这样 这句话蛮好 无聊人引出无聊鬼 我们可不可以在最后有的时候 本节俊语这样 就是把我在这堂课讲的 有些很高深的话都把它变成这样 所以会放电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那这个有时候是你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 你就会吸引一些那样子的人 但是同样看你网页的人 有的人不会对你有什么特别回应 有的人害羞 有人觉得不应该那样 所以有时候人跟人之间 这种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人际之间相互吸引 是一个有时候看起来非常神秘的事情 有时候就完全不神秘 这我们会在后面的课慢慢讲到 好 有男生和女生 有比一般朋友还亲密的关系 例如男生从女生背后拥抱 好 我还有一个画面 懂吗 or 脸贴脸拍照 却不是男女朋友 请问老师这样的关系是否正常 来 我先问你们一下 这样关系认为正常的 请举手 好 所以都可以跟你们脸贴脸拍照 是不是 认为不正常的请举手 好 就是不能跟这些人脸贴脸拍照 好 放下谢谢 好 认为不正常多一点 我个人觉得 如果两人很熟 OK啦 如果不熟 这就是性骚扰啦 尤其从背后抱着人家这一点 多年前 很多年了 有一个老师 觉得跟老 跟同学很接近 研究所学生 他觉得跟他们很好 常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 然后干什么干什么 就这样的话 有一天这女学生就告这个老师 这老师觉得非常困惑 他告诉他什么呢 说这个老师有一次下课 就在众人面前 从背后拥抱他 就这样 把他抱起来这样 不是摸 就从后面抱起来 然后他觉得极度受入 老师觉得 我跟你很好啊 你也在我们家住过 我太太你也认识 都是同学的活动 而且那是一群同学 就我觉得好到 可以跟你有这样的关系 像朋友啊 老师的立场是这样 同学觉得很不舒服 那那时候同学没有直接跟老师讲 就告到这个女性团体去 那找些女性团体 都觉得有些狼狮啊 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揪出来 就揪到这个老师 其实还不算是狼狮的人 你要真揪到那种 十恶不赦的人 那还算了 你揪到一个 有时候不小心踩到红线的人 这老师极度失望 这件事情 后来在报上闹了几天 然后老师觉得很冤枉 那觉得很冤枉 后来好像对学生就异性阑珊 之后怎么样我不知道 这个故事这样 所以背后拥抱 如果当事人觉得不舒服 那你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 不过你不舒服 你最好马上敢讲 你不要这样 我不喜欢这样 你这样讲 人家会知道你不舒服 那那个人如果马上跟你道歉 你至少可以看出他的诚意 他不是有意的 如果那个人不跟你道歉 说那这是什么 你别那么小心眼 那这个人你可以告告他 所以这态度不同 所以我觉得不可一概而论 那男女朋友是可以 一般人大概 大概这样子看怪怪的 但是有些人的朋友关系 可以好到这种地步 我也认识 可是真的会被人家误会 我也认识有学生呢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会跟男同学牵着手在校园散步 然后譬如走到司令台了 两个人 那女生会睡在那男的的膝盖上 我们大部分人看起来 从外人看起来 这是一个男女朋友的行为 他说没有 那后来被人家误会 包括那个男生 膝盖被睡的那个男生都误会 他以为他爱他 他喜欢他 没有 他就是一个朋友 他睡在你的膝盖上 因为那时候没枕头 所以这个有时候 你最好寻求两个人的共识 就会比较好 一个人有一个人没有 这个都会增加困扰 所以是否正常 我就不要讲这种正常不正常 你有这种焦虑的话 那这个很麻烦 因为正常不正常很难说 有时候正常我们的意思是 次数多寡 次数多叫正常 次数少叫不正常 那有的时候人就是特别嘛 那你这个不一定要用次数来决定 第二个正常不正常跟道德有关 那正常就是道德 不正常就是不道德 但是这个呢 每个时代会变 老师认为 老师这代人认为正常的 跟你们会有一些差距这样 我们那代人真的是男女瘦瘦不轻 所以那时候的规范明确 我不喜欢那个时代 但那时候规范明确 你们这时候规范非常不明确 你们有些人基本上跟我是属于同一代人的道德 那有些人要走在很前面 我上礼拜去某一个单位演讲 那个人就告诉我一些我完全不相信 我完全没听过的大学生的故事 那已经到性行为很平凡的地步 我说那你会不会生病 赫老师你想太多了 这怎么可能生病呢 好吧 所以贴脸拍照这点 就像有人喜欢搭人家肩膀拍照一样 有些男生你不知道他真的吃豆腐还是他的习惯 还有些人希望表现通常男生多 所以建议男同学你真的要做这动作 你小心一点 有人喜欢搭着人家 有人喜欢紧靠人家 贴着脸呢是因为你们要自拍嘛 不自拍很少人贴着脸的啦 老师有特别研究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自拍 因为你们的手都短嘛 跟老师一样嘛 对不对 手都短当然自拍 不然的话你到镜头外面你拍到谁呢 对拍到半张脸 所以要贴着脸是因为要到镜头里面去这样 你如果那种远远的拍还贴着脸 那这个人的脸 或者他可能有什么神经系统不太好 一定会往某个方向倒这样 知道吗 所以不是不正常的问题 有人真的可能喜欢你 你可以从这行为可以稍微判断一下 如果你不喜欢他或什么 你可以告诉他 不要 请你不要贴着脸 那你不要跟他拍这种镜的什么大头贴 是不是 就可以了嘛 好 后期研究发现 爱情不具排他独占性 果真如此 而是上礼拜说的 如果解释小三劈腿等现象 小三劈腿如果是被大家赞许的 你就知道那爱情真的没有 没有这个 就真的有 没有 排他性 我要讲什么 好 如果我们认为小三劈腿是正常的 简单这样讲先不要讲排他性 那这个就没什么好引起社会讨论的啦 懂吗 那小三劈腿讨论 一本书叫做大老婆俱乐部也是这种 然后再上一次呢 是一个 那时候的一个 一个人批了好几个女孩子的那个故事 那还在过年后 我还记得我在研究室 然后就接到记者电话 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后来我觉得还好啊 反正那年没结婚 那这算什么呢 就记者从此以后就不喜欢我 因为我从来没有从根据记者的方式讲 记者很多人就是要诱导我 说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吗 我说不会啊 他们俩喜欢就好啊 就是说可是教授 他劈腿耶 我说劈腿是什么意思 他在那边解释半天 就像我问你们劈腿是什么意思 劈腿如果是背叛 那当事人觉得好跟不好就结束了嘛 关其他人什么事 你结婚还要影响到法律的问题 你没有结婚没有法律的问题 这是道德的问题嘛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 我们现在会对小三劈腿会那么的不齿 甚至有人对你大家踏法 你就知道爱情某种程度具有 你会觉得是具有排他性 这不是排他性 这是一个对承诺的那个 但是你知道吗 有小三有劈腿也有人共处一室的啊 新闻上三不五十会有啊 那这个新闻上有 彰化有一个人姓刘的 就不讲名字 你这个要被卡掉 彰化有一个我记得名字 如果你要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名字 你上完去查 他呢 他说因为神明的关系 他有特殊的宗教信仰 神明交代他一定要跟这些女的要在一起 他帮助这些女的 那这些女的也被他说服要在一起 所以呢他 有对他老婆呢 好像快接近十个 在全省各地 你知道吗 就像开分店一样 然后他老婆呢都在开素食餐厅 所以他就是他认为先人告诉他 这个女的你要帮助他 他帮助的方式就是跟他 当然法律上他不可能结婚嘛 就是变成夫妻 然后他每个每个礼拜呢 后来有接受电视访问 十几二十年前 我看的那样目瞪口呆 说这样也能接受访问 然后他就说他每一个月呢 要这样环岛一周 因为他每个地方都有太太 然后都要去照顾一下 照顾一下各位懂意思啊 好那你懂就好啊 我们这不能明讲 他照顾一下 就有一年呢 就这个新闻还在热闹 过年的时候记者还去访问他们家 一起过年 全家共五十几口一起过年 然后所有太太们相当和乐 还上了那时候脱口秀节目 然后大太太被访问的时候 刚开始有说 我有注意到 大太太刚开始不能接受这种事情 后来他的先生跟那些女的 就他的姐妹们 大家都劝他说 这是神明的旨意 我们不能违背神明的旨意 所以大家就和乐相处 我看完目瞪口呆 我刚刚已经讲过一遍 对不对 我每次看都目瞪口呆 这个人是何德何德能做到这样 没有任何人吵架 太太之间 那小孩之间 大家玩得非常快的 一家一个爸爸 恩个妈妈或者阿姨 然后恩成多少倍的那个小孩 一家和乐 五十几口一起过年 你看网络上应该还可以找到这个事情 那有些呢 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 有一个医生级的立法委员 牵着太太跟小三的手出来拉跳 人家也一和乐的要死啊 后来选上没我不记得了 因为这个新闻大过于我 对于选上与否的关系这样 然后在新庄这个地方 现在捷运通了 各位可以坐捷运去看看 新庄一个地方好像叫 有一个小摊子 是由大老婆跟小老婆 两个人合开的面摊 记者去访问过 两个人做面摊合作无间 姐妹相撑 所以有Peter有小三 对不对 这有 那也有这种和乐相处的 你要怎么讲这种事情 法律上太太只能有一个 那她只要跟第二个不结婚 第二个也会OK啊 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当然不赞成你这样做啊 对不对 但是有人这样做啊 所以你说要这个来证明 独占性与否 然后另外的有些爱情 不是只有讲男女之间 像妈妈爸爸双亲之间对小孩 有时候小孩会被考验 说弟弟啊 你到底喜欢爸爸多 还是喜欢妈妈多 对不对 或妹妹 这个如果在过年给压岁钱期间 所有聪明的小孩 或具有基本智力的小孩 都知道这个答案是都喜欢 这样你可以拿到压岁钱 所以如果你爸妈分居或离婚了 所有有基本智力的小孩 都知道谁问你的时候答案就是那个谁 对不对 你爸爸问你的时候 当然我喜欢爸爸 只要妈妈不在场 对不对 那爸爸就会给你钱这样 如果呢 妈妈在场 妈妈爸爸不在场 当然喜欢妈妈 你就妈妈会给你钱这样 对不对 你干嘛呢 妈妈在场的时候想要说妈妈 妈妈在场的时候说爸爸 你这小孩一定是很特殊的小孩 非常特殊的小孩 所以这个一种之种 那有独占性吗 好像那个答案是个陷阱 希望有独占性 那你问爸爸妈妈说 你喜欢我 还喜欢姐姐或哥哥或弟弟 你爸爸妈妈会怎么说 对不对 当然只有你在的时候 你爸爸可能会说 爸爸就喜欢你啊 你聪明明你考上台大呀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说 爸爸就喜欢你啊 就是因为你没考上台大呀 对不对 爸妈讲话有时候 或者像你跟爸妈讲话 有时候是不能相信的 那是亲情 亲情有时候只是安慰 并没有真实性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排他性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爱情 不是只有这种男女之间的而已 没有排他性 是这样的意思 很多人刚刚的问题就有啊 我男朋友 我已经有男朋友 我还可以不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在古代当然绝对不可以 也没这个机会 皇帝三公六院七十二妃 那皇帝 那些进到宫里的宫里 进到宫里的那些人 如果没被皇帝宠幸 你一辈子 除了太监以外 看不到别的男人 那这有的是很悲惨的故事 好 老师对于各国人的爱情观的比较 跟分析 譬如台湾跟日本 美国中国大陆 这在最后一堂课 如果教得到 有这种跨文化的比较 有一些是略有不同 那主要的观念是差不多的 所以爱情某种程度已经相当全球化 包括原始部落 我上次说过 大概86%的原始部落 都有浪漫爱的概念 那现在有人研究日本 或者因为有跨国的研究 研究几个不同的文化 之间的爱情的观念 这个请你稍微等一下 就会交到 如果你你要的话 你往后面看 那个讲义里面 你可以先去看那个论文 这就为什么跨国人可以谈恋爱 但基本有些地方 会有很严重的问题 像我们在台湾对于亲戚的关系 如果你结婚 在过年过节 要跟亲戚在一起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尤其跟你爸妈 中秋节如果不在家里过 这件事情是 在我们的文化是不太能够被接受的 有一个艺人在他微博 还部落格上说 他中秋节要自己过 听说就被网友骂到臭头 说他不笑 我就觉得你要不要回家过年 干嘛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呢 我常常觉得有些电影明星 真的是不耐寂寞还干嘛 你知道了以后一定有人骂你嘛 然后骂你 一个人骂你你就要很在乎吗 谁回不去过年 我觉得这很私人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网友极度无聊 网友极度无聊 所以说什么BBS网民的正义 是不是 所以有拍一个电影这样 湘民的正义 对 湘民都听 那我们老师早死掉了 我们光看那个教学评鉴 就已经都受不了了 还要看湘民 老师请问如果遇到生日或情人节 不知道送什么礼物该怎么办 难道就要像老师说的分手意图吗 没有老师只说了分手意图 我告诉你说 你也可以先协调啊妥协 说我们不要送礼物啊 你怎么故事听一半呢 你可以把那带子掉出来看一下 我有告诉你说你可以先跟对方讲 我已经想不出礼物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送礼物 两人达成协议就没有这个问题 像前面那个同学的问题 显然没有达成协议 他就不做了 或者你真的希望送礼物 你就跟他说 我觉得这蛮重要 你要送我礼物啊 你连不送我礼物 我怎么知道你的心意 你可以告诉他你的想法呀 如果他说不送礼物 你就说好 然后背后在那边 他都不送礼物这样 干什么呢 你至少麻烦嘛 能说你不说 然后到时候就很不满 那边抱怨 然后这样到时候还上了 上了那个YouTube 变成抱怨姐这样 我难道创造不送我礼物 什么失恋妹抱怨姐 你们这个时代 真的是非常丰富啊 好了 这个大概就是 这个礼拜的问题 派大星在甩 哎呦真甩出一个问题了 这小孩在电视上 蛮抢眼的这样 同学如果你是写两行 下面是不是也可以不要 你是浪费很多纸张 那试着像台湾一样 年纪真的不是问题吗 好既然你要讲到这个 那请问多少年纪 多少年纪算是OK的 有人要表示一下吗 男比女大两岁觉得是OK的 请举手 好的 男比女大四岁觉得OK的 请举手 好的 你手都一直要举手 让我先知道一下 你就干嘛 好谢谢 男比女大六岁还OK的 请举手 好 那我就跳一下 十二岁 还有啊 各位看一下 如果大她十二岁 你跟她们交往这样 顺帮你们做一下美这样 男比女大二十四都还可以的 请举手 二十四 二十四 忘了在拍卖我 好 那十二有的还可以 就慢慢少一下 那女比男大两岁OK的 请举手 好 最近蒋家有一个人结婚 她的那个太太比她大三岁 这我有特别注意 好 所以两岁OK的 四岁 女比男大四岁OK 请举手 哇 你们好先进喔 我应该把这成果弄出来 好 大六岁的可以的请举手 哇 十二岁呢 少了哈 二十四岁 没了 好 这个 为什么 大几岁为什么 有没有讲一下 有没有讲一下 大几岁为什么 你有点随机嘛 大两岁大四岁好像都差不多这样 因为反正意见 态度调查最大问题是因为你没碰到 所以你讲的不一定是你到时候会做的 所以各位不要相信性态度调查 性态度调查都是碰轰的 懂吗 那爱情态度也是一样 我都没碰到啊 那你说什么 你都举手 到时候你真碰到了 会不会这样做你就不知道了 那才是考验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算是态度调查而已 大两岁 男比女大两岁的原因是什么 你觉得可以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要说一下吗 我们已经四堂课认识了 应该有人可以讲讲话 有一种说法 是男生比女生大 对对对大大的话 为什么 男生比女生大 是不是比女生比男生大 更容易接受 更容易接受 可是刚刚看起来OK啊 看起来没有太明显差别 跟女生比男生大 12、24都比较小 对就比较少 对 所以有个range大家可以接受吗 在你们这一代人 对不对 在这班 不过我说为什么呢 男生比女生大 好 我们先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传统男生一定要比女生大 好 我们还不讲大几岁 为什么 来 请 因为传统上是那个 就是比较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 年纪大的话感觉 如果男生年纪稍微比女生大 感觉地位会比较有点差别 心理年龄 心理年龄 心理年龄的问题 对不对 那就看心理年龄 有人很成熟的啊 比你小啊 或比你大都很成熟啊 平均的话 对平均的话 好谢谢 是心理年龄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应该有个心理年龄的测量 然后大家交朋友之前 先比出我们的比数 心理年龄差不多的 那就可以在一起 对不对 那通常我们只有感觉 没有这个测量 智力是谁能当标准吗 有谁交朋友的条件之一是 智力要跟我差不多 本人是180 那你去看看 我智力跟我身高一样高 几乎没有 但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几乎没有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很多人啊 就我们到了年龄那张 那个部分稍微会讲一下 很多人都用所谓的 演化心理学的观点来看 所以男人呢 就有一部分跟他讲的一样 男人因为会赚钱 然后在以前女人不赚钱时代 他一定要仰仗 会赚钱的男人 那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男人年纪比较大 通常表示比较有经济能力 可能也有更好的社会地位 那女人那时候 都不在外面做事 所以女人要依靠男人 这是在那种社会之下 那男人找女人就要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强调她的生殖能力 年纪轻的女孩子 特别在性成熟以后 年纪轻的女孩子的生育率 是比较好的 所以有一个时代 女生大概14岁就结婚了 14岁就结婚 那她到二几岁的时候 可以生十几个 我的阿嬷那一代的人 生我妈妈那一代 就生了差不多十个左右 我后来问了很多那一代的人 说现在大概七十几岁的人 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很多 那到我们这代 我们在五六十岁的兄弟姐妹相对数目就少 在五个以下 她我妈妈那个在五个上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人早结婚 跟她的生育率是有关 生育的能力是有关系的 那以前没有婚前健康检查的时候 有些人怎么去看女孩子的生育能力呢 physically你就看她的屁股 就骨盆大不大 骨盆大代表有生育能力 你骨盆小 就代表你将来就算生小孩都会难产 或者不那个怎么样 所以以前就是女生要 没人要先看那女孩子的屁股大不大 才能说哎呀这个女孩子屁股大 多子多孙多福寿啊 那是古人的标准 照古人标准 你们现在很多女生大家嫁不出去 因为你现在审美标准跟以前不一样 屁股太大了难看这样 我坐太久了屁股会大 有些人我这期之前听到这种很奇怪的 我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女生呢在那种时代 没有任何教育或其他的这个资本 只好用自己的生育能力当成资本 会替人家生小孩这点 在某些人现在这个社会 有钱的人跟有权的人 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嫁到一个豪门 你不会生小孩 或者你生的净是女孩 然后人家男性是孤单 孤单这个什么单纯 你看看将来会出什么问题 也有一个名人啊娶了太太她不会生小孩啊 结果就借父生子啊 大概五十几岁六十几岁才做爸爸 好高兴 然后就尽量的新闻就淡化处理 她太太年纪很大怎么做的 代理育母 代理育母在现在还不合法 这可能在海外做的 就尽量不要讲了 免得她犯法 那人家是有权的人 有钱的人 你就那个 那其他人就任命 所以这是传统的 这都是那个时代 那现在这个时代呢 好那大家受的教育差不多 所以我刚刚讲说有一家 有一个很有政治上 以前很有权势的人家 她最近娶太太 那大太大她三岁 那我们的文化里面 有一些冲突的说法 一般要求男的要比女的大 但是呢也有这样的俗言在台语里面 叫娶婆大姐陷过座金教义 就娶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孩子 是胜过做金教育 那比当官还荣耀 那在更早以前 有童养习制度在台湾 童养习就是从小那女孩子 人家生的女孩子 都是没有用赔钱货 在以前没有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不普及的时候 男女不平等的时候 那这种女孩子呢 就可以被送到某些有钱人的 或有权人的家 先去当小的童工 然后呢就是女孩子 然后慢慢就跟这个 等她长大了 所以先是她的经济作用 长大就是她的生育能力变成她跟那个 那家的男孩结婚 当大老婆 就叫童养习 小时候当作就引过来当媳妇 在我那时代还有这样的电影 后来就没有了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大概生的越来越少 女儿也是宝贝 就越来越没有这种现象 但是曾经有一度 在我妈妈那一代人 还有这样的习俗 还常见 女孩子特别是被送到人家 有钱人家去 去当童养习 如果我们今天要谈年龄是不是问题 那现在可以健康检查 女生到底会不会生或怎么样 那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那除非你要嫁进豪门 那另外呢 所以你不应该从生育来考量 你要生育来考量 那谁能预测 谁能生几个小孩呢 那应该有个排行榜啊 我们应该能测出 哎呀这个女孩子啊能生五个 能生十个啊 所以这个那男生的经济地位 会不会有改变呢 你现在以前在一个电视公司做事 这电视公司最近要垮了 要解聘五百多个人 那你一个月前有工作啊 你上礼拜还有工作啊 你从昨天以后就没工作了 那你去哪里找工作啊 了解吗 经济是可靠的嘛 所以我常常想 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可以决定男性跟女性的结婚年龄 我想了半天 有 我还曾把这个建议讲给我的同事听 他能在写高中公民课本 他写进去以后 审查委员就在这个 他举的这个例子那边画一个圈 然后打个大叉 写忽说 好 那我就告诉你我怎么忽说的 有些假定的前提 我们结婚是为了什么 如果是为了传宗接待 那当然最好大家都有健康檢查证明 更好的是你生下来以后才能让你结婚 保证传宗接待嘛 你知道吗 就要买西瓜 甜了你再买啊 对不对 那些发胎车停在那边 先生来买西瓜 我的西瓜甜 我怎么知道你甜 你试试啊 你不甜你不要买 吃一块甜买懂吗 同样逻辑 先生来 娶这个女人 为什么 她包生啊 不包生你不要跟她结婚 你先带回去 然后一年后生不出来 你退货 我保证退给你 逻辑上讲 现在谁是物化女性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 如果大家真的要把这个当成 这个制度就会出来 怎么样保障这个婚姻是有生 就你生完 你们再结婚啊 保证你可以啊 对不对 你结婚的时候双喜临门啊 现在也不是没这样子人啊 我那个时代啊 结婚都是 大家都是干干净净 这样讲不对 刀袋 不是什么干干净 我那时代结婚呢 大概都不会有性行为 这样讲好一点 含蓄一点 你们这时代结婚 有时候同学要结婚 老师我要结婚了 我说怎么样 你把人家搞大肚子啊 是男生我就想开他玩笑 他说老师你怎么那么邪恶 怎么这么说 我说哦这样没有啊 他说不是有 我是讲法不一样 老师跟你熟才能开这玩笑 跟你不熟也不肯开这玩笑 就有人就这样 以前大肚子结婚 那丢脸丢到家的事情 还有人敢办婚礼吗 不敢啊 现在大肚子结婚 双喜临门呢 你看同样事情不到30年了 这想法改变多少 那好再回到那 那要怎么样呢 大家都希望结婚的时候 能够白头偕老 我上次虽然讲了这个词不太好 很多人还是喜欢用 白头偕老 如何白头偕老呢 白头偕老呢 我们现在的科学方法 可以算到怎么样在同一年死掉 自然死亡 不是人工的 怎么样同一年死掉 有国民平均余命这样的概念 或叫life expectancy 有叫平均寿命 这个东西 就看翻译 就是呢我们一般来讲 在台湾出生的人 每个国家都有这个资料 联合国也有这个各文 各地的资料 那每一个在出生的人 他的那个性别 因为性别不同 他的生平均余命是不一样 简单来讲 这会略有变化 台湾的女性 女性通常比男性 台湾女性平均活到80岁 我们为了计算方便 那男性通常活到75岁 大概有5岁的差别 所以同一年出生的女性 会活得比较久 那你为了保障两个人 在同一年死掉呢 对不对 是相差5岁嘛 对不对 男比你大5岁 那你要在保证同一年死掉呢 女生就比男生大5岁 对不对 你这个n呢 男女大的比率 这是n等于-5 这样你会0年 你就会同一年死掉 所以呢 你现在大1你就要找颜2的 大1的男生要找颜2的学姐 颜2学姐要找 不是 颜2学校大1男生 那大1女生要找谁呢 國2的 照我这个逻辑 你现在听起来很夸张 在大学 在学校制度 因为有一年接二年 到了社会 谁知道你几岁啊 到社会差1岁 差2岁 差5岁都不算什么 看不出来啊 尤其你们现在女生 还保养到那个地步 三十几岁看起来像二十几 四十几看起来像二十几 五十几看起来像二十几 五十几看起来像二十几 所有女生到25岁自动动靈 男生就不一定了 所以呢 如果照现行办法 男生都比女生大 所以女生的平均守寡年龄 就是五加N呢 如果N等于二 我们刚刚讲 对不对 那你跟一个大你两岁的 女生跟一个大你两岁的男生结婚 那你叫守寡七年啊 他比你大两岁啊 他在七十五岁就死了啊 他七十五岁的时候 你几岁啊 大两岁 所以你七十三岁嘛 那你还活到八十岁才会死嘛 那不是七年守寡嘛 如果你们俩很恩爱 七年守寡啊 你受得了嘛 如果你们俩不恩爱 那七年是你最快乐的七年 因为那死老猴已经死了 懂吗 如果你不快乐 你不快乐 这就是很悲伤的事情啊 所以五加N呢 那N如果是负的 就是大五岁啊 这是最合逻辑的说法啊 可是被赤为胡说 我只告诉你 这个年龄真的很重要吗 如果我们从这个 会在同一年死掉 这件事情来看 那这是唯一的科学的办法啊 你这差两岁 差四岁 差五岁 差几岁 那都没差啊 你差的就是你的平均守寡年龄啊 就这样啊 这是我的理论 有科学根据 但没人相信的地方 有时候当老师很苦啊 你知道 先知的寂寞就是这样 不会有人听的 好 这是有关年龄的问题 年龄其他的我们再讲 那什么时候年龄适合结婚 我们会觉得啊 你们现在都是大学生 所以你们会觉得 大学适合结婚吗 研究生适合结婚吗 博士班适合结婚吗 我们到美国念书啊 学校有marry dorm 有结婚宿舍 就是你念博士念书的时候 大学生在结婚的人真的比较少 但是研究生呢 特别是美国有职工博士的 那他知道你研究生的时候 奖学金少啊 你就没办法专心念书啊 或者你没办法好好养家 所以你又有家要念书 那怎么办 就给你marry dorm 一个学校提供你的一个 很便宜房租的一个房子 这样你可以好好念书 然后还有一些补助这样 那在台湾呢 没有任何一间大学 我听说过的 是有结婚宿舍的 学生都快没宿舍 才结婚宿舍 所以以前我在提倡 那个unisex 或coate宿舍的时候 我就也提倡 一定要播出某个比例的结婚宿舍 让念博士班的人 或硕士班的人 可以结婚 没有后顾之忧 你现在结婚怎么养老婆啊 房子都住不起 那你这样的话 你念书的人 就没有情感上没有着落 那有些人有了情感着落 才好奋斗自己的事业啊 我的逻辑是平等对待 共同奋斗啊 那你让博士班的人 那样变成枯稿的 机器人 也没有情感的滋润 然后要在漫长的学术路途中 继续往前走 这完全不合人性啊 年龄的问题 好那80岁的老头 老先生老太太要不要结婚啊 你想他老子结婚干嘛 我这里告诉你 另外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讲过没 有一个76岁的老太太 讲过了好像 对不对 讲过了我记得 那不记得你就回去看好了 这也是年龄的问题 好像某个年龄以上 好像结婚就 结不结婚就不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是以这种青年人 当标准的话 好像大家都不认为 这问题很重要 如果拉长来看 这问题有时候是不太有意义的 重要不重要看你怎么想 所以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了 最后你发现他年纪比你大 或比你小 你觉得会很重要吗 我最近听到的故事 不管在国内国外都这样 女生会非常敏感 我碰到那种30岁以后的女生 特别35岁以后的女生 对自己的年龄都觉得敏感到不行 但是大部分人都保养得宜 所以看起来其实像28 29 那男生有的不知道啊 看你这个也比较成熟 讲话什么都比较有意思 人家就想跟你来往 然后那些女生呢 通常在人家有意思的时候 就会先打出年龄牌 所以我先告诉你喔 我已经30多少了这样 然后男的通常会愣住 然后女生就觉得 哼他在乎年龄 然后他就走 我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吗 有的人process时间会慢一点你知道吗 正在处理资料中请稍候 懂吗 那你就稍候吗 你希望人家一讲出来 然后他就马上就有反应 这也太抢人所难嘛 懂吗 他好歹辨识一下 你这资讯是真的假的啦 那晶片金融卡是真的什么 就像机器都要花时间何况人呢 很多人就走了 觉得说你稍一迟疑 就表示你在乎我的年龄 我觉得是不是 是你在乎你的年龄 碰到很多人最后的都是好故事 和男的说没关系 通常在几个钟头以后 或者几天以后 说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你 这年龄不重要 有的男的会特别注意你会不会生 那个年龄也没有任何关系 有的所谓的试婚年龄 也一样不会生啊 会不会生可以做健康检查的 会不会生可以做健康检查的 好那这个是年龄的问题 我就稍微多讲了一点 因为我们到时候也会提到 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上礼拜的 讲的那六种颜色爱的颜色理论 同伴爱说举个例子 你会发现就是说你跟他一直认识 然后有一天才木然惊觉 呦你爱他 木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永远陪着你的 有不少电影跟故事都是讲这个的 你发现最后最后陪伴你那个人 其实才是真正爱你的 也是你真正爱他的人 在某个阶段你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第十六个问题说 除非我开始关心过一阵子以后 我才能够爱 所以他需要起步的时间比较晚 比较慢一点 这个是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那十七个说我仍然和我谈过恋爱的 所有人都保持很好的友谊 那谈过恋爱还能保持友谊呢 这就代表你们两个的EQ都很高 就算两个人不能在一起了 也会说得很清楚 那样的话通常不会有遗憾 特别不会有欺骗 你是怎么样不能跟他在一起 这个讲得很清楚这样 然后最好的爱情是从长期的友谊延伸而来 但是我们在台湾很多人都担心 友谊没办法变成爱情 或者爱情会变成友谊 变成平淡无味 最常见的问题之一 我先把这讲完 就是老师我跟他在一起 已经像亲情了该怎么办 亲情有什么不好 老师我在一起已经没情了 这问题比较大 这问题也很简单 你看他在一起变亲情了 那亲情我们假定是好的亲情 是那种亲人之间有来往的那种亲情 那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淡淡的像一杯白水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滋味 但是就是会在那里 然后能解你的渴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 对于亲情这件事情好像觉得 我跟他都没有什么的 好像就是一个该弃绝的东西 我觉得你到最高境界就是这种东西啊 就是这种东西 然后已经到最高境界 你觉得原来就这样那我不要 你到底其他爱情是什么啊 每天那样很嗨很嗨很嗨 你活不过几岁的啊 你知道克药什么那种嗨 某种程度应该是一样的 那这都是短暂现象 那有些对身体是有害的 所以你有同伴爱这个 这个其实是人类的一个blessing这样 有一个人这样子一直跟你 你就觉得每天生活得很自在 舒服自在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如果每天要活在那很嗨的状态 我觉得那是圆木求鱼 所以每次人家问我这个问题 我都觉得你活在性 人在福中不知福 好 那个 所以同伴爱呢 大概都是从朋友慢慢才发展成 爱情的关系 那实用爱呢 也是一样有六个题目 六个对 他说你看在我可以与成为 首先会考虑一个人的未来 那实用爱通常都会衡量 对方的经济状况 社会地位 还有他的前景 这是那种所谓 嫁入豪门的人 特别会考量的 那这是一般人 很容易看到 嫁入豪门的考量 其实忘掉了一般人 尤其爸妈 在考虑小孩的婚姻的时候 多多少少也考量到 这种实用的因素 所谓的门当户队 基本上也是这样 你是大学毕业生 你就应该找一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呢 你是台大的学生 你要找其他任何一家大学毕业生 这件事情就有一点点障碍 你台大学生找一个国立大学的 听起来OK 你大学生 现在的几乎每个人都是大学生 你找一个所谓最后资源的大学生 这个就不太OK 你是男生 找一个自愿后面的大学女生 还可以 因为男生可以条件高 女生低 这个相对然是不太重要的 女生的学历这件事情 对大部分的爸 男方爸妈是不太重要的 但是呢 男女方要选男方的时候 这个学位就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两个大学生 如果其他条件均等 一个是台大的 一个是非台大的 非台大除非你是哈佛的这种 要不然的话 你是台湾的其他大学生 大部分人大概没有什么理由 认为可以不挑台大学生 除非台大学生的个性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实用爱 那要挑有房子的 挑有车子的 挑有固定工作的 甚至呢我还听说有人去相亲 或者只是介绍而已 对方男生问女方的第一个问题 就说你在公家单位做事 请问你是高普考的 还是月聘人员 那女生是月聘人员 他就说我是月聘人员 他说哦这样你工作很没保障 你是来谈恋爱的 还是来面试工作的呢 那后来就没有再被联络到 他非常生气 这女生非常生气 说怎么会这样 我说也好啊他不理你 他理你的你反而烦恼啊 这样的人他理你 你要怎么办 他一天到晚计较你身上的条件 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改变 然后最好还计算一下 你的股票的市值 请问你买的是哪一档股票 最近这股票是怎样 今天已经降到7700点了 就是你的股票是不是也亏了什么这些 那你要跟这种人来往 你还不如跟你的那个证券交易所的 那个人来往 好所以呢在我选择爱人之前 另外一个题目 我会尽量仔细规划我的人生 少数人的人生是规划 在这个时代呢 你们一直要被强调 人生一定要规划 在30岁前要赚到第一桶金 什么什么之类的 有人出书 有人7都可以买得到 把你吓到不行 那你爸妈呢也会被这种东西吓到 然后就觉得说糟糕啊 我家的谁啊 弟弟啊或妹妹啊 如果没有在30岁前赚到一桶金 那将来怎么办啊 这时候莫名其妙的压力就来了 好像你在30岁前没赚到一桶金 你就不是人这样子 那有几人能够在30几岁以前赚到第一桶金呢 有几人能够呢 难道除了那些人以外 别人都不是人嘛 这就是一个奇怪的社会压力 我认为个人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社会压力 但是逼你的结果 你可能为了达成理想 爸妈的理想 特别是 你就会做出一些你能力不及的事情 或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什么样的工作赚钱最快 你都知道 我也知道啊 从我那时代就是这样啊 如果你家里缺钱用 你要去Saven打工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赚不到那个钱 你家里真的很缺钱用 你要干什么 你的报纸一打开 日入万元带解决问题 那是什么样的工作 会这样日入万元带解决问题 你有时候心一横你就去做啦 你想家里解决问题 解决家里问题比较重要啊 我长那么大都没帮过家里 那现在是帮助家里的时候 你如果这样一想 也有人呢 家里状况不太好 爸妈的经济状况不好 然后要还钱 怎么办呢 我听到的故事是 姐妹俩大学毕业以后 就相约的到澳门赌场去做事 赌场做事是正当的 他不是去赌哈 他不是 那我们在台湾的人去澳门 不能做某些工作 只能在赌场做某些工作 他们俩人就省吃俭用 在澳门赚了一堆钱回来 有人到国外打工 对不对 有人做矿工那个 这是什么学校去当矿工 赚了多少钱回来 那个都是正正当当赚钱的 这个地方你找不到正当工作 还能赚那么多钱 只要到别的地方找工作 能赚那么多钱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国家在这里应该觉得羞辱 不能让我的老百姓在这里 用正当工作赚那么多钱 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赚钱 这应该是国家 政府首长应该列队在飞机场 那样跪下来跟那些 凯旋归国的打工的人 对不起 我们对不起你 让人到国外赚钱 你真是我们国家民主英雄 听说菲律宾是这样做的 说什么菲律宾总统 弄了一个人形立牌 欢迎菲律宾外勇回来 或外籍劳工回来 在菲律宾的飞机场 谢谢你们替国家赚到外快 就菲律宾人如果真的这样做 真是有guts 我们台湾没有这样做 一天到晚国家的经济也不好 也不让你出去赚了钱 他还这样说 我们已经变成台劳了 谁造成的状况啊 不想一下 有些人笨了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因为他已经不知道 自己笨到什么地步 好 在我选择爱人之前 会尽量规划人生 规划好还是不好 我真的觉得不知道 因为我们那时代没有这个概念 你们这时代 连学校都有职牙中心 让你好像觉得你不知道 你大学以后要干什么 这件事情是很糟糕的事情 或者你人生就输在 大学毕业的那个起跑点上 好 我们台湾的有些人呢 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想法 说不能输在起跑点上 好 那这个的假定 如果我们玩下去 那你知道你跑这个有多长呢 这是一场马拉松 还是这一场一百公尺 好 我们都搞不清楚 所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应该起跑点输在终点 我们哨棒打得很好 青哨棒慢慢到城棒就不行 没有输在起跑点啊 赢在起跑点输在终点啊 所以那个我常常说不能输在起跑点 我说不能只赢在起跑点啊 输了如果是马拉松 你慢慢跑慢慢跑 龟兔赛跑的故事 各位不都念过吗 那乌龟不就走得慢吗 那他有恒星一直走一直走 那兔子不是跑得快吗 那他心交气盛 然后就在那边睡觉 乌龟就走赢他了 这故事不就这样吗 所以我常常觉得有时候啊 你们的爸妈或这个社会 整个风气都说不要输在起跑点 不要输在起跑点 我觉得不要输在终点啊 起跑点慢一点有人是OK的啊 你每一步都很踏实 这是比较重要 我个人的感受是我在国外念书 我们大学毕业了 因为我们大学开始就分科 所以我们大学四年学的专业呢 其实是比美国大学生要来得深入的 美国大学生三大四才分科 所以他两年学不到太多 我们四年学到的东西 所以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那第一年我们是赢在起跑点上 我们很多同学 我那时代到这代 到美国去念研究所 刚开始美国学生看起来都笨笨的 看起来都笨笨 因为你已经有四年 他有了还转科的 我们在台湾你念社会系 要转念电机系可能性零 美国可能性百分之百 你只要有心他愿意教你 美国你难转的是医科跟那个法律 那个比较难 台湾是隔行就很难 好了第一年第一学期 你会觉得你学同学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学期他慢慢稳扎稳扎 知道跟你差不多 到了他毕业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比你差 不敢说他一定比你好 但他绝对不会比你差 为什么他一步一步来 美国人学中文三年就敢讲话 我们学了三十年英文可能都还讲不好 为什么因为我们训练不一样 中文是被认为世界上相当难的语言的 那人家三年就可以学起来就可以讲 你有机会在校园碰到那些人 有人学中文学的很短时间就可以讲得很好 那我们学英文学那么久普遍讲不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有时候不是输在起飘点 你有一个方法 大家愿意老老实去做 成果是可以看得到的 爱情呢当然就不是这样 这是最令人矛盾跟痛苦的地方 好他说这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那个调查 那个问题就是说 选择伴侣我要考虑一下 是否会帮助我的事业 这个是完全不浪漫的 那你如果是有钱人有钱人 你嫁进他家 要不然你要帮他生小孩 要不然你要能够相夫教子 这是非常传统的标准 这完全不是平等对待 共同奋斗也没有 这就是你嫁去了你是一个资产 不是一个负债 你光用这种语言你就知道 这些人在考虑什么 你就是一个商品 他不把你当一个人 你是资产的时候 那当然他理你 你是负债的时候 他就抛弃你啊 这还什么好说的呢 如果照这个观点 第28题 在任何人身交以前 我尽量发现他的遗传背景 是否相似 这样对下一代比较好 这下打错了 有人会 为什么有些豪门在有一阵子 专门取主播 因为主播有这个很好的形象 还有IQ很高 表达能力很强 所以有一阵子 那个主播就是进入豪门的 这什么 踏脚石什么之类这种 那有一阵子没有了 因为主播太多了 这程度也不怎么样 有的主播就是长得漂亮 会爆气象 有的主播刚才就是爆气象的 我的学生也爆过气象了 那慢慢主播多了 电视台多了嘛 主播多了 那主播长得都差不多 我现在越来越没有辨识的 我觉得我在看同一台吗 声音也差不多 长相也差不多 装扮也差不多 我就觉得要那么多电视台干嘛呢 有那么多豪门要取主播吗 现在豪门好像也不取主播了 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疯狂爱 就是我们在电视上 或在电影里面 或在小说里面看到那种 爱的死去活来那种 这都不是好榜样了 让我的爱人 跟我不愉快的时候 我的胃会不舒服 天哪 你最好嫁个胃科医生 胃不舒服 可以吃什么什么什么 胃药这样 当我失恋的时候 我很沮丧 甚至想要自杀 你看极端吧 你爱他的时候 他上天堂 你不爱他的时候 他马上下地狱给你看 你是奥菲斯 你去救他都救不回来 有时候我因为恋爱 兴奋到睡不着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谈恋爱也睡不着 失恋也睡不着 干脆别睡 对不对 那这个人在撑不了太久吧 我的爱人不注意 我说我全身不舒服 你们刚刚有的问题里面 有些人大概就处于这种疯狂爱的地步 我那么爱他他为什么不爱我 还跟别人女人照那种贴脸照 贴脸算什么呢 贴嘴那比较麻烦啊 对不对 贴脸而已嘛 对 他都贴脸了还不会贴嘴吗 我不知道 没照到吧 对 好 当我恋爱的时候 我很难对其他事情专心 你就课也不上 对不对 所以老师要鼓励你们在班上找恋人 这样你就会来上课了 或者一起不来上课 一下丢两个 根据第二天六折原则 这样不太好 我要考虑一下 好 下次我就说 同学带男女朋友来上课者 优先加分 这样我的课就会 马上成背书暴涨 对不对 立志要在班上找到对象者 排这一排 然后就说 那你们两两赶快谈 谈完然后加签前 能够变成男女朋友 优先加签 马上五分钟促成一对 speed dating 知道吗 我可以变成世界专利的 开玩笑 你怎么做到 我就加签让他们占同一排 然后告诉他们五分钟后 我就决定要不要加签你们 speed dating 我可能会变成诺贝尔的技术 金氏嫉妒保持人 当然也是分手最快的 嫉妒保持人 大家加签到以后 马上就分手这样 会造成一对fake恋人 好 当我恋爱的时候 对很难对学家事情专心 假如我怀疑了爱人 跟别人在一起 这个字又多了 不知道怎么出现 有时候围染住院 会自作聪明这样 然后我就没把 这是我了 我就无法放心 我就无法放心 所以呢 这个就是那种 你的男朋友 万一有红粉知己 你会怎么样 你男朋友 就跟一个女生讲话 久了一点会怎样 你能拍照 这就是你 你就是疯狂爱的 这种人 35 假如我的爱人一阵子不理我 有时候会做傻事 以便引起他的注意 这个傻事有很多种 我们就不多说了 所以就个人自应 另外一种比较罕见的就是利他爱 利他爱更是没有排他性 你去震灾的时候 你不会说我喜欢你来给你两包泡面 你长这样你还要活啊 你去死吧你不要吃泡面 为人类的未来我看你不值得 你能这么说吗 灾民那气死的做鬼都把你抓去这样 那什么态度啊这样 利他爱 会竭尽所能让我的爱人度过难关 帮助别人的人 这我以前举过例子就是那个 到冬天会送你暖暖包 跟一杯热饮料的那种人 就是叫这样的人 那有些学长或学姐呢 会送学弟学妹欧帕堂 也是这种人 都是很会照顾人的人 有些同学真的 特别女同学 特别会照顾人 特别会照顾人 男生因为从小没有被训练要照顾人 都是训练享受照顾 所以男生比较少 如果能出现这种男生 都是很特别的 可能是家境或者家教特别好 会照顾人 所以你去参加外面参加活动 你看那些男生主动 会做什么事情的那些男生 千万不要放弃 这些人都是很难得很罕见 你看那些男生少爷型的那种人 你也别放弃他家可能很有钱 所以都不要放弃 因为懂吗 那个各取所需 别人到时候同学 到时候就觉得 哇 老师教了 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还是要随性 懂吗 你是那种人 你就是那样的人 你不是那种人 你可以考虑要不要改一下 上课呢 一样 跟谈恋爱一样 要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不然上课是没有意义的 你如果上一本课不能改变你自己 不能让你变得比较的好 你上课有什么意义呢 谈恋爱有什么意义呢 好 我宁愿自己受罪 也不愿意我的爱人受罪 你看好感人的 我要把我爱人的幸福 放在我幸福之前 我才会感到幸福 自己天气冷了 自己衣服不够穿 会先给人家披上 然后自己在那边打多数 然后那女的一看说 哎呦 你这样很冷 那我们相报吧 你看赞到了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 有人说立他行为 其实是 是比较长远的立己行为这样 他的因果关系拉得比较长 其实最后还是立己的 有人就讲出这种话 然后呢39 我愿意牺牲我自己的愿望 来达成我爱人的愿望 有些人呢 在大学谈恋爱啊 自己的功课忙不过来 那他的女朋友的功课 哎呦他会去 我上次说过 有一个人就在我那时代 就跑来 他不是台大学生 他女朋友是台大 帮他的女朋友记笔记啊 上课啊 他女朋友只要回家看笔记就好了 我们那时代通常只有考试 通常只有期末考 所以大学女生可以在家 做什么水踏 那大学男生忙得很 一下那时候还没捷运 一下在淡江上课 一下到台大上课 呼呼呼 花不少钱 他跟我讲的时候 还觉得愤愤不平 可是那时候也是你愿意的啊 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利他爱 那我说了 有些人觉得这是拉长因果关系的利己爱 其实到最后还是要对你自己好 好 我所愿问的东西 我爱人都可以尽情使用 那当然你的东西要有好处啊 譬如你有iPad啊 可以啊 你有一台那种不知道叫 挨什么东西 或者哀哀叫 对不对 弄了什么都不能弄 那你给人家用是什么用呢 懂吗 你有好东西给人家用是有道理的 你的东西不怎么样给人家用 这不是好事啊 这不是要利他爱 当我的爱人生我气的时候 我还会完全无条件爱他 这真的蛮困难的 我们大部分人就觉得 你生我气干什么 你什么东西啊你 就你生气啊 我也不能生气啊 你知道吗 就会这种非常粗浅的平等对待 这是粗浅的平等对待 也不能说不是 好 42问题 我会为了我爱人忍受一切 那这个真的是比较像 这种爱我刚刚说过 是没有排他性 这种爱比较接近那种 长辈对晚辈的 特别是你爸妈对你的爱 或者有人会说信宗教 这是神或上帝对人的爱是无条件的 那看你看哪一段经典啊 有的经典是这样的 那有的经典不是的 好 这是有关爱的颜色理论的六种 那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 自己大概比较倾向于哪一种 这只能让你找到你恋爱的分类 有没有太大意义呢 你自己想一下 另外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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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名的 就是爱情的三角形理论 或者简称三角理论 但这不是谈三角恋爱的 Triangular theory 因为它有三个要素 他认为哪三个要素呢 一个叫intimacy 一个叫passion 一个叫commitment 短期叫decision 通常后来commitment decision会被删掉 就变成PIC 这三个要素 那这三个要素构成一个三角形 那因为呢 你这三个要素强调点不同 那三角形会成不同的形状 这是概念上面是这样 那intimacy是什么呢 intimacy呢 主要的是讲调情感的部分 就是爱情观众亲近感 有些事情你觉得跟他在一起 跟他讲话 你会觉得特别特别亲密 你会特别喜欢跟他讲话 有什么事情 优先跟他分享 尤其感情上的事情 你的喜怒哀乐呢 你都希望跟他分享 然后你希望跟他有一体感 你觉得他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他的 情感上面 所以人家骂他 你会很不高兴 人家喜欢他 你会觉得予有荣焉 有一点像这个偶像团 偶像的那粉丝 跟偶像之间的关系 有一点 在这只光讲这一面 那爱情观众亲呢 这个再一次错了 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谈恋爱的人呢 在有一个阶段想起对方 都会嘴角不自觉泛起微笑 你写他的名字 你都觉得幸福到不行 那在别人来看 是一件很愚蠢的行为 是什么有一本 有个什么日本吗 叫吗 死亡笔记本是吧 好像也是写人家名字会怎么 然后另外一个电影呢 也是好像你写一个人的名字 你喜欢他 把那个那一管 那个原子笔写完了 那个人就会喜欢你 是不是在哪个电影 蓝色大门里面有这个 他就写张士豪 张士豪 张士豪 写到后来张士豪也没喜欢他 因为他不是第一女主角 这很简单 所以电影里面呢 你只要知道谁是第一女主角 你就知道这故事是什么结局 人生最麻烦的就是 你不知道你是第一女主角 还是第二女主角 还是第三男主角 人生有时候那戏 你不知道谁是主角 好 那这包含几个因素 想要提升被爱者的福利 像前面讲的利他爱 你会为了他做一些事情 想要跟爱者 共同体验幸福啦 你希望你高兴的事情 也跟大家分享 各种方面 然后呢 然后看重被爱者 你觉得你爱的那个人 真的是值得啊 台大要票选模范生救他啦 台大票选什么 就是他 他真的是 杰出到不行的人物 你会把对方 有点像偶像那样子崇拜 然后呢 在需要之后可以仰赖被爱 被爱者 你会对于你爱的人呢 会觉得 我可以依靠他 今天作业做不出来 或者有一个想不出什么来 可以打电话给他 他会给你idea 甚至呢 他会帮你做 然后第五呢 跟被爱者相互了解 讲话跟他在一起 不必多 眼神一看 就完全知道你的意思 在我那时代 叫做很有默契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在日常生活 不会碰到这种人的 人家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那人聊你啊 懂吗 这在同性之间朋友关系 就是那个知己啊 是为知己则死 男人就两肋插刀 他懂我 我为他做什么都行 那女生呢 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啊 所以这也是能够了解 那些年那个电影的最大问题 就是这两人相害却不了解对方 一个就硬要参加格斗 另外一个人觉得你幼稚 我就是幼稚怎么样 你看就这样 唉 你幼稚你就不会改一下 你不会问我改一下吗 这不是很简单 你能打到什么时候呢 而且打得不是很漂亮吗 那格斗真的是 看人家打比较好玩 OK 自己打 然后打成那样 对不对 然后两人就因为这样 就不讲话了 要不是921地震 这两人不就一辈子不讲话了吗 所以这电影呢 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幼稚啊 然后幼稚到今天还彻底 彻头彻尾都不知道他幼稚啊 然后自己还觉得幼稚是很好的事啊 那你还号称你爱他 你爱他吗 你爱你自己啊 你爱那个恋爱的感觉啊 你爱这个故事啊 因为将来可以写成电影 你可以赚一大票啊 你爱他 我从来不觉得他爱他 幼稚 真的幼稚啊 真的幼稚啊 我希望他现在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到底是电影小说还是真实故事 我现在搞不清楚啊 我是把它当成电影来批评啊 如果有人真实生活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不值得啊 他转进了全天下 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掉爱情 好 和被爱者分享个人的自我跟所有物啊 这刚刚也是跟那个其他的爱差不多 跟被爱者获取情绪支持 你是你真的喜怒哀了的时候 那个人了你啊 你这个不难过的时候 他会安慰你 而且他的安慰是有用的 别人的安慰都是没有用的 都是没有用的 我当老师我非常清楚 有的时候安慰同学 同学根本就不会被安慰到 老师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你一样这样子说呢 我说他大概想吧 不会有这机会他幼稚吗 那怎么办呢 尤其中学的时候我就拿出幼稚来啊 幼稚啊 味道也不好闻 虽然很甜 但是光那个味道就会呛到你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一个讯息 很甜 但是有个怪味道 有些青涩的少年或青年谈恋爱 或者有些初步谈恋爱的人不懂得 就像个柚子 你能够过的那个味道 OK啦 就蛮甜的 但你过不了的味道 你就很讨厌的柚子 而且吃完以后手还一定要洗 有吃完柚子不洗手的人吗 很难 会黏着你手很难过 好 然后情绪支持 还有呢有亲密的沟通 所以你会跟他讲一些话 是不会随便跟人家讲的 那另外呢生命中有真爱被爱者 你会觉得他存在你才存在 他不存在 你活着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在传统很多爱情故事里面 特别的 就是接近疯狂爱的底部 所以有时候你要劝人家 这有时候也很难 因为他会觉得 如果我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会觉得好像我过去 从来没谈过恋爱 我好像没有真正爱得过他 所以有人追到爱的方式 就是那种我这辈子 我不会再爱别人了 这就表示我真心爱你 这也很难劝 尤其有些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对方过世了 你要劝他再去爱一个人 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有很多心理的因素在里面 那个都不是一场演讲 或者几句话就可以结束 那个通常 如果他觉得这是个问题 通常需要找辅导老师 做长期的这个追溯的话 第二个是激情 激情大概就是我们一般人 比较熟悉的爱情的感觉 浪漫爱啦 身体的吸引啦 男的帅 女的漂亮啦 正啊 你们这样 性的结合 通常都会有广义的性行为 从这个两个人手牵手 到这种发生性交的行为 都是广义的性行为 各种程度都有 然后性的结合等等 都是激情爱的重要的因素 很不幸的很多人认为 这就是爱情 尤其好莱坞电影加持以后 好像这更是爱情 那你当然知道A片不是爱情 但A片很多是动作 有人叫做爱情动作片 我听到有些宅男跟我说 老师你要不要看爱情动作片 我说谁演的爱情动作片 什么巧克力啊 贩导爱啊 什么之类的 好 这是激情要素 第三个最被忽略最被忽略最被忽略的因素 就是决定跟承诺 包含短期跟长期的 那承诺呢就是你要去告白 就是上次我讲有人说要自爆 那个是短期的 我会爱上你 那当然通常伴随那个承诺 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承诺 那这很多承诺就是长期的 那长期短期只是一个相对的分法 如果你的寿命有限 那长期短期的意义就更不一样 我有一次去一个单位演讲 那单位有一个人就问了一个 我从来没接到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跟一个 罕见疾病人的人谈恋爱 你有什么建议 这讲过了吗 没有 我就说我先恭喜你 全部人都愣在那 我说因为你有机会知道 你的恋爱期限是非常短的 而有限的 所以你知道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不重要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我们大部分人认为 我们谈了恋爱这场 不知道会程序多久 但他知道 罕见疾病 有的罕见疾病可以活比较久的 因为罕见疾病 大概只有几个月可以活的 因为你知道期限 所以你更知道你的priority 有些东西是不重要的 我们因为不知道期限 所以我们的人生 常常做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 你们在大学里面 乱选课就是这样 你真的乱选课就是这样 那对老师跟对你们都是一大打击跟侮辱 在这个学校你还乱选课 有必要吗 你好不容易混到这个学校 还就是要在四年 把自己的那个行囊充满 思想充满 变得有用的人 你就这样尽量混 尽量混 然后大学就混完四年 你还这个学校毕业了 真的是有点 有点 有点可惜 真的可惜 那现在有这个开放式课程 开放式课程好处就是 你不是这学校毕业的 你一样可以看到 这学校到底教什么书 当然配合的老师有点少 有点可惜 我觉得台大应该强制所有老师 都上开放课程 让全台湾的人都可以享受到 他纳税得到的好处 也可以让台大学生 外面知道台大人是怎么上课的 那我们到底世界几流 那你就可以这样评断了 我看过全世界其他人上课的样子 以前在iTunesU里面我看过 真的不怎么样的同学 那种你花多少学费去教 真的不怎么样的 没有比较你就不知道 你有比较你就知道 谁上的课好跟坏 那时候所有人都是交换学生 你不必离开国家 你就是交换学生 既然你还得千里迢迢 从哪里跑来 这叫交换学生 将来不必 你在电视上你随便修 全世界的大学是你可以接触 这才是人类知识共同进步的一个 这个重要原因 将来翻译软体又翻得更好 所以呢我们讲话 你就可以什么乌克兰文 然后什么 都可以讲出来 然后那边也可以学到啊 这叫做Digital Divide 就可以降低啊这种 好啦承诺最少说 通常决定要先于承诺 你要决定跟他在一起 这是告白 然后看对方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愿意跟你在一起以后 你们两个要干什么 我上次去演讲 就有一个问题说 我跟我女朋友告白 然后现在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我说哈 那你告白的时候想什么 你告白完了想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可不可以反告白 对不起 你就回到那告白前一刹那刹车 说你要讲什么 没有我忘了 你就不会有这困扰了吗 你告白了以后不知道干什么 我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啊 那次演讲碰到好多第一次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的 非常困扰 希望老师指教 老师建议他分手 你都不知道你要干嘛嘛 就反告白了 说对不起啊 那时候我昏了头了这样 すみません 你就回到那里去了嘛 我搞错了嘛 等我搞清楚 我们再重新来一遍嘛 那怎么办呢 有这个日文的同学在 那太好了 我这样就可以讲一堆那种 日本的连续剧我以前看很多 日本通常有些女生喜欢男生 然后就会跟男生说好きです 我喜欢你 他们都不会讲我爱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きです 然后那男生呢 通常就会先愣在那里 然后那镜头会一直转 大家在等男生什么时候告白 通常还会进个广告 你知道吗 广告完了大家告白 然后就说わかりました 你这没学过对话吗 人家说好きです 你应该说OK 对不对 或者No OK OK Not OKない 都是一个办法 怎么会就 わかりました 你到底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 我说喜欢你 我知道了 讯息接到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每次看到这个 我都大惑不解这样 到底日本人是什么想的这样 然后就说 以后我的事情要请你多多关照 你在找事情吗 这每个文化表现真的略有不同 我不知道现在 日本男生是不是还 男女是不是还这样 但至少我先看了一句 看得无名其妙 后来有一个男同学跟我说 老师 这不是日本人专利 在Star Wars里面 有一集 Hans Solo 跟那个Prince Lea就告白过 然后PrinceLea就跟他告白说 I love you 这样 然后他们正在逃难 然后那个Hans Solo 就说I know 然后就这样 那翻成日文 你讲不就是わかりました吗 那同学还拿iPhone给我看 所以老师有这段影片为证 你讲的日文是不对的 我想 真是学生博学多文 老师跟着因此受益 所以不是只有日本人这样 所以下次有个女生或男生 跟你告白说她喜欢你 你试试看说我知道了 你看看后面接续是什么 我不知道翻成中文 这个场面怎么样接下去我不知道 我希望你有结果的请告诉我 老师我因此被打了一巴掌 这太暴力了 然后通常决定跟承诺 不会在一起出现 所以这是承诺的那个 然后三十二月这里 因为决定要爱上某人 并不表示要跟那个人维持 长久的关系 所以只是说我喜欢你 那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喜欢很多人 对不对 那我喜欢你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的文化里面 大概不会随便说我喜欢你 不过现在你们被这些通俗文化给搞混到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去参加演唱会 那个人离你非常远 那个人你在舞台上看他就这么小 然后你就拿一个荧光棒这样 然后你就跟着 然后那个台上那个家伙呢 因为你付了三千多块钱的入场券嘛 他说你们那是最好的观众听众 我爱你们 然后他就把麦克风一讲 我爱你 然后大家就傻傻的 你花了三千多块钱 我得喊这一句嘛 你上我的课没花多少钱 你从来没喊过这一句 对不对 我们下次你就拿个荧光棒 追过一堂课 懂吗 我们就来这样 然后我也这样 我已经教你们十第一礼拜 我爱你们 然后你们就这样 反正可以录起来吧 对不对 然后就送到什么 那些歌唱团体的网站上 你算什么 你看我们老师 对不对 Pathetic就是这个意思 懂吗 哎呀 我常常觉得说老师的贡献 不会比学员小 为什么我们老师都没有什么 被这样子的重视这样 我有一个学生是作曲的 我就跟他讲说 都没有教师节的歌 我说你要不要写一首 教师节的歌这样 不要弄很严肃的那种 你知道吗 我说你就照我的想法来写吗 你知道我们两个关系 就可以写一首教师节的歌吗 然后就愣在那裡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最近写信给我在教师节前 说老师我那天到北京天坛去 到了什么神乐鼠 什么鼠那样 管音乐的那样 他说我忽然间就想到 教师节的歌这样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写了 所以我希望不要在 我死掉那天才说 这首歌是纪念教孙老师的 好 讲得太嗨了 那这三个呢 又可以两两相配啦 那这个就是学者玩游戏嘛 譬如说啦 只有亲密关系 只有亲密的要素就是liking 你喜欢一个人 有情中间特别有这个东西 你不会有性的亲密 但是会有情感上的亲密 另外呢 只有激情要素 哇 两人爱得死去活来 叫做迷恋爱 infatuate love 一见钟情是这样子的 天雷勾动地火 我们中文的这种说法 把对方当成理想化对象来爱恋 有的人爱上一个人把对方讲得好好好 讲得连仙人都不如啊 就那人就根本就是 哇 根本就是比仙人还要仙人的 叫仙欲仙就是这个意思 懂吗 比仙人还要仙的 比 那个不是店里的广告 这是一个同样同音字 然后自己无法控制 或基本上产生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 你就会到下课就会到他的教授 教室门口去看他 或者躲在哪里看他 看到他你就会傻笑呵呵呵呵这样 觉得高兴到不行 这个偶像崇拜行为里面有过 那你有时候也会碰到这种 或者就看到他就好紧张好紧张 可是每天一定要看到他 所以去查人家的课表 去问人家他的参加什么社团 什么这把人家打听的 基本上就像征信社去打听一样 这些同学 我可以推荐你到征信社做事 女人侦探社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还有关系也不对称啊 因为你迷恋别人 别人有时候更不知道你去谁啊 这种故事电影里面也有啊 常常帅哥正妹就碰到这种困扰 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新闻 说这个现在的演艺人员 很多人在国中的时候 都是全校男生迷恋的对象 会收到一大堆这种情书 然后情书怎么处理 然后他就讲到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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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有人呢 就情书呢就看都不看 就丢到垃圾桶 有人呢会看 然后也丢到垃圾桶 有人看还会保留 就各种样子都有 就对于那个国中时期 很多这种收到情书的人 那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电影明星了 就知道说 有些人是你的影迷 只要好好经营的 当事人或许自己不察觉 可是很容易被外人看出来 这是类似粉丝行为 很容易一下看出来 你在迷恋学长喔 哪有哪有 你什么课都翘 就他课不翘 那是因为这门课很重要 你看 你开始讲到自己都上气不接下去了 你知道吗 被发现了以后 尤其哪有哪有这句话 其实是蕴含玄机的 就是有 只是说在哪里呢 懂吗 在哪里呢 所以他在某种程度的意思说 你指出在哪里 我哪里漏了share 让你知道我喜欢他呢 其实everywhere 你知道吗 以前有人学英文说这个 谢谢你 很多中国人说哪里哪里 对不对 有人就直接翻译 thank you nowhere where everywhere 这样到处 这是一个笑话 你们现在大家不会学这种 另外呢 这种感觉有时候来得快去得开 有人早上告诉我 他喜欢一个人到下午 他说老师我已经不喜欢他了 我说天哪 太阳还没下山呢 你就已经不喜欢他了 所以跟太阳是没关系的 身体跟心理都会被对方所激起 这激起是一个英文叫arousal arousal有时候很难翻这样 好像男人的生理 生理什么什么的 会有反应的叫激起 其实不是 你内心会波动也算激起 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翻 有时候就这样 然后有一个人叫tan tan off的一个人 发明一个概念叫limerance 这非常非常难翻译 他说就像是这个人的这个东西 可这个人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有时候比喻要比喻你知道 比喻你不知道是没有用的 那只有决定跟承诺 那就是空洞爱 最常见到的是两人中间有一个人 对对方已经没有感觉了 但是因为承诺他说我不会离开你 所以信守那个承诺 但是并没有付出感情 也没有任何身体动作 所以呢你看 发生在已经交往一时间 却已经失去相互情绪 就要欠身体上吸引的停滞关系 我就叫他激乐关系 激乐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 我念大学的时候 就听说有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女生呢念了大学 因为我们在那时候高中 基本上男女不来往的 他就一个男生追他 同班男生追他 他觉得好啊那就来来看 那就没交过男朋友嘛 就交他看交不成就算了 结果男的那个女的家教很严 就不能够出去 礼拜六礼拜天都不能出去 所以男的只能在学校跟他交往 那就男的就奇怪 约你看电影 你也不行 你们家人不站成 约你礼拜六礼拜天 人家情人都礼拜六 突然出来一会 你也不行 所以男的也慢慢 就打了退堂鼓 然后呢 两岸关系就渐行渐远 可是呢 谁也没做错什么 到了二年级呢 那男的忽然间 就跟学妹在一块 然后就很惭愧地 跟这个原来的女朋友说 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 女朋友说做了什么事呢 我爱上学妹了 我要跟学妹在一起 我要跟你分手 那女的说 真的啊 恭喜你 真太好了 为什么 你不难过吗 我不难过啊 我跟你从来没感情啊 那你为什么跟我在一起 因为只有你跟我告白啊 那我想你来了 别人一定会来啊 你知道吗 已经有A B C D E到 Z 都会跟着来 没想到有了他 就没有人来了 他不知道我们那时候的江湖规矩 是朋友欺不可欺啊 你既然是别人女朋友 我们男生避你唯恐不及啊 像你的有什么瘟疫一样 他不知道 他以为第一个男的来了以后 其他男的都跟着来 啊 苍蝇铺屎一样什么之类的 对不起啊 飞蛾铺火这样比较好听 我怎么讲到那去 对不起啊 这段要 老师讲话不太那个 比喻就有问题 有问题 倒带一下 就是飞蛾铺火一样 所以呢 然后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没有人做错什么 所以然后呢 我们那时代想法就是 所有分手都应该男人来提啊 怎么对女人提分手呢 钱也是男人出 分手也是男人提 所有都要男人主动 所以男人不主动 你女人只在那边等着 等着他认了别人 然后你就高兴了 那个女人就解救了你 你看这种不平等的时代 你能等到 万一那男人也不拯救你 也没人拯救你 你们两人都惊在那里嘛 都很尴尬嘛 你也不爱他 他也不爱你 然后两人被认为是男女朋友 这不是尴尬到不行吗 其实没有实质关系啊 好 这就是 这就是空洞爱啊 不然呢 除非有很强很强的承诺 有些外在环境的那个 那你的承诺会更加强 譬如说啦 你经过战争 两个人感情很好 忽然间战争要把你分开 这种感情会非常浓烈 因为战争呢 会让你知道你的情感更可贵 像我们上次在黑板上讲的 《诗经》里面的 就算快死了 然后你忽然间想到生命中 最重要的那个承诺 然后不能达成的承诺 最后你会 不知道含恨而死 还含爱而死 就不知道 那个美国电影 梅尔吉波逊那时候 演的一部电影说 美国军人在最后的阶段都会说 请告诉我的太太 我爱她 没有说请告诉美国总统 我爱我爱美国 军人到最后不是理论上说 请告诉谁 我们的领袖 我爱我们的国家 我为此捐躯了 万岁 应该喊一个这个 没有啊 最后就是 我爱我的爸妈 我爱我的太太妻子 我爱我的小孩 我爱我的狗 没有一句谈到国家 有意思啊 有意思啊 你这个时代更容易体会 我们的时代是民族主义教育 那怎么能讲这种话呢 再爱怎么爱 都爱国家 国家是第一的 好 那亲密加上亲情就是浪漫爱 这时候就没有承诺在里面 很多爱情刚开始是这样 没有承诺 有的人呢 也因为自己跟经验的关系 或者其他的因素 他会觉得爱情就这样 我跟你在一起 我们就走一天算一天 谁知道明天会怎样呢 好 那这种就是说 那我们就是 明天如果我们相爱 我们就继续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相爱 我们就分手 听起来非常开放 对不对 那你说那我们现在分手好了 我不能跟这种人在一起 你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开放 如果这么开放 他就说好 我觉得我们是不适合的 那他真开放 不然的话他就是蒙你的 很多人很容易受骗 很多人很容易受骗 浪漫爱 好 另外呢亲密加上承诺呢 就是温情爱 激情的部分比较少 激情的部分比较少 所以对你们很多谈恋爱来讲 天呐 我跟他在一块 我们现在也不接吻 顶多千千小手 那其他事情也都不做 那我们这算是爱人吗 好像亲人了嘛 那亲人有什么不好 我这已经讲过好多遍了 如果真的是一个关怀你的人 那你如果真的很在乎肉体上那个 看能不能恢复 不能恢复 那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感情 因为就算你结婚了 到了某个阶段 性的因素就越来越不重要 因为随着你身体的问题 不是因为有外遇的关系 可是最后留下来是什么 最后留下来可能就是那个 承诺跟亲密啊 就是这种温情爱 这样你现在有时候很难想像 但有一些信教的同学 特别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同学 就会比较强调这样的爱情 比较不会强调肉体的爱情 那有些宗教对于肉体的关系呢 会比较忌讳 觉得好像肉体是一个魔鬼的吸引力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 有些人会走向这条路 只有激情 然后有承诺 却没有这个亲密 它叫做fatuous love 我把它翻成愚蠢爱 这不是太好的翻译 因为有时候好像在骂人 它其实没有这样的意思 那好莱坞常见的剧情啊 情侣相识啊 很快订婚很快结婚啊 他很快就离婚了 日本人呢就把这个故事呢 就这样类似的故事拍成叫做 叫做什么成田离婚 成田机场啊 大家很快乐去度蜜月啊 在度蜜月里面就发现很多电影方 两人不合了 回到成田机场就办离婚 蜜月完了 这个还拍成连续剧 叫成田离婚 所以日本人有时候 发明了很多字眼 可以描写现代人的一些 这不是只有日本人这样 美国人到拉斯维加斯 很快结婚很快离婚 你看那个叫什么 最后大丈夫是不是 那个 有一个戒指 然后浴缸里面有一只老虎 然后又掉了一颗牙 然后慢慢去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还拍二 真的是 笨一次还不够 要笨两次嘛 对不对 那可能还会拍三 我看一下 这样搞下去 那三个要素都有 他就认为这叫圆融爱 这当然多多少少代表了研究者 对于这个 这种感情的这种赞取了 所以三个都有 那三个都没有呢 就non love 就别谈了嘛 什么都没有就是 连朋友都不算了 就是路人甲了 那爱情三个要素 他认为有强度跟平衡的问题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 爱情强度越大 两人的三角形就越大 这又是一个比喻了 那爱情的平衡呢 决定了三角形的状况 不是你一方面 对他有感情就好 你要两方面 如果两方面的情感恰当 那你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感情 平衡的感情关系 如果呢你的那个情感偏向一方 另外一个人偏向另外一方 那你们大概就已经慢慢走上分离的道路 所以爱情要两个人配合这些事情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是 那另外他又觉得他又可以发展成 他没有继续讲 可能可以这样做 理想的三角形跟实际的三角形 你可以自己画那三角形 重合的程度怎么样 那自我的跟相对于他人的三角形 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 那你觉得对方怎么样 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 我觉得我比较爱他 他比较少爱我 我觉得我常常会替他着想 他从来不替我着想 你慢慢会发现这种不同意的地方 那还有自我知觉的相对于他人知觉 有些事情当事人的感受跟外人看法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从别人来看 哇你们好甜蜜喔 因为他看到你的时候呢 都是公开场合 都是譬如说要去吃饭 或者干嘛的 那你吵架的时候他没看到 吵架的时候你知道 那你被人家看到时间短 人家就哇他好甜蜜喔 你看每天都跟他男朋友在图书馆 每天一起去看去吃饭 你就看到这种甜蜜的镜头 那其他时间呢 冷战不讲话或出什么问题 你完全不会知道 所以这个呢三小型也会不一样 别人会认为 美国好像高中毕业的时候 毕业介绍最可能成为班队的人 最可能成功的人 我不知道你们高中的毕业介绍 有没有这样 那这些人到时候是不是否可能成功 美国都有几部电影拍这种 high school reunion 高中同学会 然后就看起来成功的人都没成功 那看起来会成为班队 那prom king跟prom queen 后来也没在一起 在小镇过一个普通的生活 各位现在才在要创造历史的时候 我们我参加前几年参加台大毕业三十周年 非常感叹这样 非常感叹 三十周年有些人真的变 变得一样 那当然没话讲 每个人都变得一样 少数那种不老人 大概是被克隆了还是怎么样 或者其实被外星人绑架 怎么可能 好 这是他的三角形的这个爱情理论 再强调一下 这跟三角恋爱没任何关系 那另外一个呢 他后来也发展出叫爱情是一个故事 他发现呢 人们谈恋爱之前 大概都会设想自己会发生什么样的爱情故事 那有时候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爱情故事 那他就把这个他所听到的故事 或那个就做了一个研究归纳了 他认为爱情故事有三个元素 每个人都希望的情节 会设想自己的爱情会怎么样的发展 第二个就是主题 你的爱情故事 你会因为故事是被浓缩提炼 所以你会特别强调某些部分 他后来就以这个为主 另外呢 会牵涉到什么样的人物 什么样的主题 什么样的故事 那他总共呢 在这个二十四页里面 总共合计了五大类 有二十六种故事 好 那个爱的故事 它就分成五大类 那这个列了很多 我就不要念了 因为 这里面包含了你理想中的关系 或者是你 这个真实的关系 所以爱情会有很多样貌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大家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因为不知道很特别的故事 所以我回答的有时候是 针对一般性的问题来回答 那可能你有特殊的情况 不是那一般性可以解决的问题 如果你要继续来问我 可以下课问我 如果你觉得困扰到很大 你可能真的要到不到市去这样 所以像这种不对称的故事 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 那很多人是宁愿进入不平等的关系 我虽然劝你们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很多人觉得有人爱我 这已经是老天爷厚爱我了 什么平等不平等 老师你讲什么 平等我根本就找不到关系这样 因为大部分男生不能接受女生 跟他们一样好或一样强这样 那有的女生会妥协 有的女生不会妥协 那不会妥协的女生呢 有的就会觉得 到了毕业以后多年后 觉得自己是不是因为太强了 所以都没有交不到男朋友女朋友 是不是该装笨一点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女性化一点 这样就比较能够找到男朋友这样 也有些人有这样困惑 因为我交出那么多年了 有些学生年纪已经到社会上 已经很久了这样 我都觉得这是个人选择啦 我觉得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你的烦恼会比较少 但是每个学生的经历不太一样 我也不能一概而论 好所以这二十几个故事 你倒是看一下 他这都有一些区分的 他那本书有综艺本 所以你真的想看更详细 你可以去看那个综艺本 有关这个爱情的故事 那这个呢就考虑到爱情发展的阶段 就至少爱情是有发展的 才会有这些故事这样子 那他最后请大家跳到第32页 32页 他会提出来 既然研究了这个 那本书呢是半通俗性 半学术性的书 那通常学术性的书 有时候不太会讲到底要怎么做 除非你的那个课是跟 你的研究是跟治疗有关 跟社会工作这种实用性的有关 不然大部分都会讲出研究结果 不会讲出你该怎么做的 那他还是讲了 爱情成功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你要了解跟体会故事 在爱中的角色 就你这样的故事到底跟爱有什么样的关系 第二个是了解自己的爱故事是什么样子 你了解自己爱情故事 你也愿意这样做 大概对他来讲是比较OK的这样 如果不了解自己的爱情故事 认为爱情就只有这一种样态 然后你就要这样下去 有的时候是让人家觉得你真是不值得啊 你这样牺牲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说爱情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你被人家占了便宜 你会说难道爱情不是这样吗 爱情有很多样貌 你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你要的 那是OK的 可是如果你要已经这样子 讲话声音都不一样 爱情难道不是这样 那我都可以告诉你 爱情就不是那样 爱情可以是别的样子 有那么多种故事了你想 有二十五个故事 就至少有二十五种样态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样子呢 所以这是可以告诉你 你自己可以发展出你自己的爱情故事 不一定要跟着别人怎么样 你就跟着怎么样 另外呢 了解爱情故事呢 这是我觉得也可以给你参考的 虽然第一题 他说思考上面提到的问题 然后给自己打分数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 然后看着问题打分数 然后最后看结果 四十分到四十五分 你是什么样的人 四十五分到五十分 你是什么样的人 常常有些杂志很喜欢这样 对不对 让你消磨时间嘛 我不认为那个东西有太大的科学作用 但那东西有非常好的心理作用 你做完以后一对照 原来我是这样的人 好像你得到的答案 那个没有 其实你得到的是一种 心理上的一个疏解而已 好 那你要思考何种人会吸引你 何种事件 在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中发生 这个人跟事会相入何种的故事 有些人希望找一个人来依靠 就是我上次讲一遍76岁那个老太太 对不对 她第一次结婚 结婚的是八几岁的坐在轮椅上的老先生 记者问她她又说 等了76年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我上礼拜已经告诉你了我的看法 我觉得你76年来都没有依靠任何人 你到了76岁要依靠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概念 我觉得应该不是 你根本就没有依靠她 你为什么不能讲 也许她的词汇里面说 我终于找到一个跟我相爱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一个答案 找到依靠的人 可能是我们这社会比较喜欢接受的答案 女人一定要依靠男人 女人不要太强 然后常常有那种女强人 这新闻就会强化 你看这个女强人 没有男人敢跟她结婚啊 她至少私下偷偷的跟谁结婚 生了个小孩啊 然后都不敢讲她爸是谁啊 然后什么她家头上呢 有什么招什么的旗子啊 这样就开始这样 就把这个事情就做成那么大 这个对当事人当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啦 这根本上就是一种 一种毁谤我觉得 好另外呢 为你在梳理电视上电影里面 什么样的爱情故事会吸引你 老师因为个人的兴趣关系 我什么爱情片都看 现在连各国爱情片都看 自从知道泰国也有不拍鬼片的 我也看了 所以你要介绍要介绍老师看什么片 我都可以 搞不好很多片我都已经看过了这样 任何电影初电电影 我就会开始归类这样 我很喜欢看电影的人 非常喜欢看电影的人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些老师应该看的 你愿意跟老师讨论的 吸引你的故事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另外呢你去问别人 别人对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你故事的看法是什么 这通常你一定要有相当好的朋友 才会这样的 了解伴侣的爱情故事 而且呢要考虑你的理想故事 跟你所处的故事间的联系 有时候你的理想故事 跟你现实碰到真的差很远的 那你的理想故事 到底是实际还是不实际 有些故事非常不实际的 譬如说你希望在台湾碰到一个王子 这是不实际的情况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们已经是民主时代 你碰到一个立法委员 这可能性很高 尤其你在这个 在这汽车旅馆碰到立法委 那可能性绝对高 就看你是要 就不要是事件的主角 那就尴尬了 所以呢 我每次都说真命天子 老师我哪找真命天子 我说台湾没有 民主国家都没有真命天子 民主国家顶多有的是真命总统 几年换一次 连任只得连任一次 同学愣在那裡 我说所以不要想那么死嘛 真命天子好像就是 他是你的国王 你要听他的一切 这一切都不是很好的比喻 真命总统 那他是你的公仆啊 你选他的啊 懂吗 所以你要这样子想啊 民主时代呢 还把自己牵在那种 什么白雪公主那种奇怪的故事里面 对白雪公主除了那一天都晚 身里面跑的那个白雪公主 毫无命苦的白雪公主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到后来跳印度舞的那白雪公主 那也毫无命苦 白雪公主就没有好命的嘛 要等着那什么prince charming 我都判成切丫面王子 你把切丫面三个字念快点 就charming charming 不是charming嘛 对不对 那等着切丫面王子来吻你 然后你就忽然就醒了 然后什么什么东西 要吻他 他就变青蛙变成王子了 外国人好像那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overrated 没那么奇妙 本人也吻过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我的学生也吻过 山也没动 地也没摇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吻是一件很大的 真的需要练习同学 我真的诚挚地告诉你 真的需要练习 我没有真的碰过所谓的 不这样讲不太好 好像 所以这前面不对 我不知道 不要讲我没有碰过 好像我一天都晚去碰人家 我不知道有谁是天生好手 虽然有人都夸讲他自己是天生好手 我认为接吻这种事情 真的是需要练习的 不是有天生的 就像谈恋爱也是需要学习的 很少人天生的 或甚至没有 好 然后将故事的优点 极大化缺点极小化 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会碰到自己喜欢的人 就会这样 你喜欢的偶像 基本上是属于没有缺点的 别人的偶像就一堆缺点 好 所以这是 这是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现在这种民主时代 特别是 没有谁喜欢 百分之百的喜欢谁 没有一个人是 受全世界欢迎的人 我每次都因为这样子觉得 教学评鉴 那三个人不喜欢我就算了 反正还有其他四十八个人喜欢我 只是我就不懂 为什么三个人不喜欢我 我就会拿到平均数以下呢 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大祸不减 那天拿到那个就大祸 为什么三个人我就会平均数以下 而且台大平均数真的那么高吗 台大平均数 教学满意度平均是4.39耶 满盆五分耶 台大老师都那么会教 比我还会教 Trust me 这我打死都不相信 我认为我是 我上第一堂课讲 我是台大排前100名 对不对 真是 好吧 这第一堂课讲过就不用再讲了 那上课不录影的好处就是 讲好几遍 你都以为是第一次 因为你翘课不来 只听到一遍 那现在你听那个 词堂课就讲四遍一样的笑话 这怎么办呢 好 另外呢 了解故事引导生活 如何选择伴侣维持关系 跟故事控制关系或伴侣 你不要用这故事来控制人家 那通常事情的变化 那只是一个参考 然后呢 你知道故事发生在关系中的事件 跟对事件的诠释会不太一样 有时候你相信一个人 他所做的事情 你是从相信他的角度去看 啊他帮助同学 如果你不相信他 你觉得 噢他可能对他有好感 他唯一基本不会 他就没去帮他免费补习 同样的事情啊 看你怎么样 你相信他 你就觉得这个人是 博爱的人 你不相信他 你就觉得这个人 可能已经准备要劈腿了 好 另外呢 了解故事是不断的被重写的 各位年纪还轻啊 如果你们写爱情事件簿 你就会体会到一个人的回忆 是怎么的奇妙 你二十几岁的时候想一件事情 到三十几岁想一件 到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想一件事 想不一样 我以前呢 在失恋以后 常常在舔着我的伤口 回忆那件事情怎么发生的 然后常常想就想不通 完全想不通 我就卡在 我是一个如此的好人 怎么没有得到好报呢 我就卡在这个上面 后来你们都点醒了 就是因为你是好人啊 你们现在也被发好人卡 这点我其实非常不满意 我对你们这代人 有很多事情不满意 炮友是其中之一 你已经知道了 另外一个好人卡 做好人 这为什么要被发卡呢 你可以发我失恋卡 你怎么发我好人卡 怎么要发 所以我就跟同学讲 再差也得做好人啊 不能做坏人啊 你要发个失恋卡嘛 然后发个同学 以后再说卡 什么叫好人卡 后来还真的有人制作成好人卡 然后发售 还有人送我一套 我有一套好人卡 52张的 可以打破个牌的那种 52张 不知道有没有52个 不跟你在一起的理由 我最近收到一本书是100个 让人家离开你的理由这样 所以应该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故事不断被改写啊 你慢慢成长以后 你碰到不同的人 可能会跟你讲一样的故事 然后说你难道没有想过 这事情是这样吗 然后有一天你成长说 啊真的 我当时给人家压力太大了 或你想得太快了 像我以前呢 我们这种人都是那种 好我爱你我就会跟你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要一辈子嘛 所以呢 女孩子要是在我那时代啊 女孩子要答应跟我出去 我就想哎呀吃一顿饭 那我在吃饭就会想 那我们婚礼要在哪里举行啊 对不对吃饭了吗 我们在哪里举行哪个饭店啊 对不对想想嘛 对不对那里有多远也不知道 然后愿意跟我去看电影 在黑黑的地方 我想那小孩要叫什么名字呢 你看 我怎么知道这会造成别人的压力呢 我觉得很甜蜜啊 你看 然后一个人觉得很甜蜜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觉得 我才跟你看电影 你想哪去 你这人想太多了 那就太可怕了 对不对 还没玩到人家变成你 那到时候我就在那边 你想到小孩的时候 就想要换尿布 那这还能想下去嘛 这人生就毁了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 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人教 没有人学 没有人教你 所以你就开始这样想 你觉得这就是浪漫啊 就是说日子啊 那对方想 我靠 你真古板啊 那人家当然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这是很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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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以后才学到 哦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的 这跟好人坏人没关系啊 就是你不知道有人还想谈恋爱 你已经想进入婚姻了 你玩都还没玩到 你至少该想下礼拜去哪里玩 下一部电影看什么 这还有点前途 你知道吗 你可以把那个问题往后延伸 等到大家有越来有越来 看得到未来的时候 你再去想 在哪里订餐厅跟那个 你要一下去想这个 哎我去那婚前教育班 有时候演讲 有些男的跟我想了一模一样 我想你是我那一世代的人吗 同学你看起来很年轻啊 他老师难道不是这样 我说绝对不是这样 你今天碰到我你赚到了 我以前就觉得是这样 就是搞得一头包 然后我现在告诉你不是这样 所以像这个啊 这个就可以教你你就知道了 当时有人点心我一下 我也知道 我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会不知道呢 就是因为没人告诉我啊 我执迷在一些 我自己认为的想法呀 我认为我专情啊 然后那时候也有男的说 哎呀这些女人啊 不懂得你是个好人 那他们家命苦 那都是他没他们那个福气 走我们喝酒去 就用喝酒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没办法继续思考 好然后呢了解故事很难 但是不是不可能改变 尤其在你们这个阶段 你们的人生还有很多不同的样子 很多人在交往的时候 摆着衣服大少爷大小姐的样子 公主并王子并一大堆 然后后来结婚以后发现 地质已经结束了 每个人都变成平等的人 男生也会烧饭了 女生也会干什么的这样 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合作 然后再也没有王子跟公主的问题 王子跟公主都是过眼云烟 因为已经民主时代 谁造成的呢 姓孙的造成 对中国来讲 这个地质就是姓孙的把它搞砸 所以我们姓孙的只能搞砸别人 好这是爱情的故事的一个探索的途径 那到目前为止你看这两个派呢 是大概最红的两派人 他们怎么样尝试怎么样想去研究 爱情可以怎么样看 那有一些 这个是我最早做的一个笔记 那这个很少人提到 他因为浪漫有四个组成要素 一个就是将所爱的人理想化 哇我最近碰到一个男孩子和女孩子 男孩子好聪明好聪明喔 她什么奥林匹克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讲的那样一副那种天花乱坠的样子 好那也是啊 台湾碰到一个女的 哇我碰到一个女孩子好有气质 讲话好怎么样好怎么样这样 我们以前呢就幻想中文系的女孩子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留长头发 然后每天就这样讲出来的话都是诗这样 那是我们自己的幻想啊 不知道中文系的人也没人是这样 哎呀就哎呀红楼梦这样 唐诗诵词哎呀天哪来得了这样 觉得哇活在那种录音带的世界里这样 从来没发生过这都是想的 然后当然那个女生想什么我就不知道 我们男生就想幻想 啊要不然就小学老师啊好温柔 要不然就护士啊温柔到不行这样 哎 理想化啊 那通常你要找真人都找不到啊 都找不到 另外呢很突然的开始他觉得浪漫 你忽然间在校园里面看到一个人 在图书馆看到一个人 那人回头一瞥百昧一声这样 那平常人家不就是啊 没什么然后你的眼中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这样 看的人觉得啊我这辈子没看我那么漂亮 然后突然在电影里面就变成慢动作这样 然后他一平一笑变成你觉得哇怎么样 这个浪漫啊 我们大部分人没这个感觉 你如果将来有机会跟老师一样 变成这个老花眼你就有这种实际的 你发现旁边都是雾雾的 这中间是因为老花眼的关系 这还是那种老花眼啊 中间是亮的旁边是暗的 那也有一种老花眼是散的这样 几块是暗的几块是亮的 我那时候就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 后来就解决了这样 所以现在老师可以不戴眼镜 可以生活这样 以前一定要戴眼镜 好另外呢开始突然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 所以这不是时间的问题 谈恋爱跟时间最没关系 很多人说老师那要念大学 念多久才可以开始谈恋爱 或者说我认识一个人多久 才可以跟他第一次干什么 第一次怎么样怎么样 我每次都觉得时间到 你这样会知道啊 你难道认为有三个月什么试用期吗 三个月以后的第六个礼拜 你会干什么会干什么吗 有这种SOP吗 我跟你讲 我就算写了一个SOP 一定有很多人买的 光骗死捏理工的 就够赚了 理工男真的是 因为他所有的专注 都在他的专业里面 他对事实一无所知 这为什么有些人骗他 竟然他可以骗到七八十万以上的钱 那女的他连小手都没摸过 先打一个电话给你说 你猜我是谁 他就开始猜了 你参加什么游戏啊 你开始猜 然后最后那个人就说 对不起打错了 怎么样 给你来一下 然后传一张根本就不是他的照片 然后就啊 你觉得哇 你自己就开始谈恋爱 你知道吗 然后到时候他说 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是高职生 我现在因为家境穷苦 替我妈还债 然后怎么样 他说那你欠多少钱 我欠二十万 马上就汇给你 你知道 就这样一直 诶 诚出不穷啊 你到新竹去 那根本就是个大笨哭嘛 你要多少有多少 这样 我的同学在那边当人资 就说哎呀你应该来这演讲 我们那每个月都有人被骗 然后都骗都是十几万以上 我说那我去干嘛 我去不是党人财路嘛 他反正 我到时候出了城隍庙嘛 对不对 我到时候一去城隍庙 吃完就有人看我抱怼 随便打一顿说 你来这里混什么 我们只会赚人家 对不对几十万 你来这里是 搅什么局这样 我可能就被打一顿这样 然后鼻子里那种出来 我何必呢 反正没弄到你倾家荡产 OK啦 上个荡学个乖这样 从来学不会 就是因为人家感情骗你啊 然后他都以为天上掉下来 用自己的好心 用钱换取好心 任何爱情可以用钱换到 大家都不是 有很多女小孩 男男女都一样 家境穷困 非常有自信的 有时候老师请吃饭都不愿意去啊 老师我不吃 我宁可不吃也不要吃你施舍的饭 我都没有施舍你啊 老师请你吃饭 不 你看不起老师 没有 他哪个能看不起我呢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很有自尊的 所以那种要跟你要钱的人 基本上 你欠他什么呢 他是你谁呢 所以这些人多少的幻想 我有二十万 我有四十万可以给你 然后给你我就会有办法 给你一清方泽 或者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这真的很可惜啊 你真的赚进了全世界 到时候却失去那七十万 那还都是小事啊 你不知道男女关系是怎么一回事 这才是大事啊 这才是大事啊 所以我以前说 哎呀某某的大老板啊 自己结婚了很快乐 自己再婚了 生了小孩很快乐 他怎么不能让他的员工同享他的快乐呢 同享他的快乐 就不要让人家抄那么久嘛 不要抄到什么小便有泡泡嘛 对不对 你能自己快乐就让员工快乐 这样你的企业就会更快乐嘛 这种没有同理心 所以自己快乐 不让别人快乐 这真的很糟糕的 这不对的 好另外呢 就生理反应啦 生理反应 不是只有那种生理反应 包括朝思暮想啦 你上课都会 想到他 你就这样傻傻的笑啦 像这种 这都是生理反应 那当然到了一些 你碰到他 你会有一些欲望 冲动 想跟他接吻牵手 或怎么样这样 然后第四呢 就愿意为爱人牺牲这样 这大概就是 连最坏最坏的人 可能在碰到自己的小孩 碰到自己爱人的时候 都会做出最利他的行为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其他动物来讲 这种利他行为 是人类很高尚的一个部分 我们通常会在 民族主义的电影里面 看到那种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那片子 然后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看火灾 看到妈妈 爸爸很少到火窟里面 去救小孩的 爸爸真的非常少 爸爸非常 台湾呢或这个世界 越来越像单亲家庭 你放假有机会到公园走走 你看带小孩的是 是双亲的多 还是单亲的多 单亲里面 你看是不是妈妈 出来带小孩多 好像这些社会的人 都没爸爸 我们是摩修族是怎样 大陆摩修族是走婚的 基本上没有爸爸 或知道母亲 不知道爸爸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是 爱情依附理论 最近在这个 学术的领域里面 红到不行啊 因为好像可以解释了一切 其实不是 不要误会 理论可以解释一切 很多理论是尝试解释 对某些现象 确实有很好的解释能力 但是这不是万灵丹 我最近看一个人 写一篇什么 依附理论的 我们也可以念成依赖理论 依恋理论 这样比较好 比较可以区别 一些照顾小孩的人 跟小孩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讲到成年的人的 爱情关系 所以用依恋理论 那依恋理论呢 他十年来 他发现很多的研究 然后最后的结论之一 反省之一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是依附关系 或者依恋关系 并不是所有 这不废话吗 但是有时候学术界呢 就会讲出这些废话 这是很浪费生命的事情 那依attachment 这个概念 是有一个人叫Bobby Bobby跟这个谁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知道我的意思 这个人真的叫Bobby 有些人很奇怪的名字 经济学有一个 经济宣传史上 有一个人叫屁股 P-I-G-O-U 屁股先生 我觉得这老爱的好可爱 怎么取这个名字 Bobby也是啊 没有比这名字再好的名字 人会红真的有道理的 John Bobby 他写了三册书 他原来是观察婴儿 跟他的主要照顾者 care-giver 有人就是后来会讲 care-taker 原意是care-giver 但是后来care-taker 也变成是同意字 就是在青年 在青年 你看他的主要理论 他观察婴儿跟幼童 再和主要的 这个在字错 在主要的照顾者 分离一段 长时间后的行为 照顾他的人 有一阵子不见 看看这比较一下 有跟没有的差别在哪里 婴儿在成长过程中 会对主要的照顾者 产生情感上的依附 谁照顾他 他把他当成 我们现在有的叫母亲这样 或者是奶妈 或者什么样 就照顾者 这个婴儿 普鲁雷动物很多是这样 有一个最有名的故事是 劳伦兹养了一堆燕鹅 有一个瑞士吧 是不是 这一个叫做 动物行为学家 养了一堆燕鹅 他发现燕鹅在这个 某一个时间 孵化 在长大以后 在某一个时间 会有imprinting的效果 他会把那个 他那一眼看到的人 当成他妈妈 就跟着他走 所以劳伦兹最有名的 一个照片 就是他走的 后面跟了一堆燕鹅 因为认他是妈妈 他就做了这个实验 然后提出这个imprinting的理论 变得非常有名 在一个时间 他就会认定就是他 所以呢 这婴儿的成长过程 主要照顾者 产生情感的依附 跟这个是有点关系的 然后当和主要照顾者 分离的时候 会产生情感的挫败感 那你可以马上联想到 他谈恋爱的时候 有些人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人类或者 领长类的幼儿 跟父母亲分离的时候 会产生一连串 但情绪反应 他观察到 首先呢是抗议 哭啊闹啊 对不对 妈咪不见了 哭闹寻找 不让别人 阿伯哭啊 他马上就回来 你当个保姆照顾小孩 你知道他一定会哭的 马上就回来 你骗他 你以为他不知道 所以第一个阶段 其实失望 妈咪还没回来 你一直哭一直闹 一直哭一直闹 然后被动的状态明显的悲伤 然后最后会冷漠 当然这时间长短不一了 然后母亲一回来的时候 就会防卫性的忽略或躲避 生气啊 那男女朋友有时候 你跟他道歉 他也生气啊 那跟小孩一样啊 小孩就会啊 所以你回到一个动物本能啊 你回到一个动物本能 所以耍脾气闹脾气就这样 有个小孩有起床气 中文叫起床气 起床就不高兴 没睡饱 起床气 有个同学会有礼拜一气 礼拜一就气着来上课 叫Monday Blue 对不对 上班也生气 然后怪捷运改变路线 害得我今天很不顺这样 这都怪人家什么事 所以有一些奇怪气 那我们老师有那种学生不来气 学生不来就生气 那他有三个命题 一个人有自信的对他 自信他的依附人物 会因为他需要出现的时候 他会比没有这种自信的人 比较不会害怕 长期的害怕 所以你就一个有自信的小孩 将来成长以后 对很多事情都有自信 对别的事情看法 对世界看法也是比较正面的 比较安全感 马上就会告诉你 这叫安全型的人 第二呢 对这种对于依附人物的自信 有无在不成熟的婴儿阶段 培养而成的 所以会叫你们去回去做 这中秋节叫你回去做 访问爸妈的作业 你如果没有访问 你要写个纸条告诉我 为什么原因你没访问 我可以接受的 很多理由我可以接受 譬如你爸妈离婚 他们不允许韩间这件事情 等等我可以接受 你不能没有交啊 没有什么知识片也都没有 我到底登记没有你 你就是缺作业 所以我提醒你一下 我的任何作业 你有理由不交 你都写一个理由给我 好不好 我不是那种喜欢发脾气的人 但我希望我讲了 你就好好去做 因为跟这个有关 所以呢 这个从小 你的很多现在的一些 对感情的期待 幻想或者实际的行为 跟你小时候 只接受到的讯息 是有关的 息息相关的 你可能不知道 因为你太小了 但是你的身体 或哪里会有记忆 然后第三个呢 是个人在不承受期所培养 对衣服人物的可接近性 跟情感交融的期待 相当程度的反映出个人 实际所有的经验 所以你是一个安全型的人 你就在谈恋爱的时候 会很相信别人 相对而言 在人际关系也一样 你是一个焦虑型的人 你就常怀疑 那人是不是还在爱你 你每天都要肯定一下 你今天还爱我吗 最明显的人物谁 白雪公子的妈妈 白雪公子的妈妈每天要三问啊 人家是跟佛陀山叩首啊 三参问讯啊 他是每天要问 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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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是谁 那魔镜他做的嘛 当然就说那当然是你的啊 对不对 你照那镜子出现别人 你是什么呢 你是Digital的相框嘛 对不对 你照一定是他嘛 对不对 那现在的魔镜 因为电视的技巧 电影的技巧都会拍得很那个 对不对 直到有一天那魔镜烦了 就说最美的人不是你啊 是你女儿啊 故事就开始了 对不对 都这样演的 这个白雪公子故事 因为没有那个魔镜 就没意思了 那魔镜呢 其实就是心里的魔镜 好 那你看啊 就有这个以后呢 那这个小孩 婴儿骑的 那个衣服的特质 或衣恋特质 跟成人浪漫也比较 这个是 Shaver, Hazen, Bradshaw 这三个人 衣服关系你看 第一项 第一项 衣服连结的形成跟特质 只要以衣服对象的敏感度 跟情感交融度而定 这是婴儿状况 那浪漫呢 爱的感觉 和我们对于爱情对象的兴趣和回报 具有强烈的欲望有关 所以你的爱的感觉 跟对方的回应是有关的 好 你爱 对方也回忆你的爱 哦 这两个人真的是 觉得在同一个层次上 你爱 对方都没有回应 就觉得那现在是怎样 好 你喜欢一个人 一个人很冷淡的回答 这是我刚刚讲的 日本人的那个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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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本人怎么活的 我都不知道 我到日本 我大概就没办法活 是要还是不要 你就一刀给我吧 一刀毙命 好呗 然后衣服对象 提供一个安全的基地 因而感到有能力 跟有安全感 去探索 那爱情的真实对象 或想象的回报 会使得一个人就要有自信 很有安全感 你喜欢的人 你去告白 他马上喜欢你 哇 你会觉得 上帝爱你啊 这真是个美丽的世界啊 你喜欢的人去告白 他跟你わかりました 你想啊 你喜欢的人去跟他告白 他跟你说 对不起啊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是哪根筋不对 那不是回去哭死吗 所以有时候日本戏 或什么戏都会这样说 那你告白 然后对方就没回信 哎呀我骗你的啦 跟你开个玩笑吗 你怎么不能开玩笑的啊 哎呦我怎么会喜欢你呢 然后就转过去就 就是让自己看起来 比较有下台阶这样 那当事人就很困扰啊 那你既然讲了 我还没想到呢 那还没回答呢 你自己就自己演起来 那我到底要觉得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要怎么回答呢 或者你说我喜欢你 然后他就跑了 上次看什么电影就这样 他说我喜欢你 然后他就回答 他就跑了 然后你就愣在那 他后来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回来 这样 好像类似 我也爱你什么之类的 他跑来去拿东西的 不是他跑来就觉得 然后坐在那边就说 你知道吗 这个电影都是这种梗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觉得 他说不喜欢他 可是前面一个半小时了 怎么会不喜欢他呢 这也太扯了 不是那么扯 导演有时候拍到没梗了 你知道吗 就得跑去干什么 好像是初天这件小事 还哪一个电影 最近看了一个 好了 所以有些人就 就歪意你就跑了 等他回来发现 你也不见了 他也不见了 要不就建筑学概论 要不然就是初天这件小事 要不然还有什么电影 好了 所以呢 你这个回报是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诚实的 跟你喜欢的对象 我不喜欢对象 诚诚实实 问题会比较小 人家纵使难过 也没有被你欺骗 最怕的是欺骗 然后一副对象出现的时候 应该会比较高兴 挫败人都会提高 也比较不怕陌生人等等 然后爱情对象被认为是回报的 爱人者就会比较高兴 一般生活也会比较正面的看嘛 对人也比较友善好感 你会觉得人间是粉红色的 不是温暖的 这是跟相关的 所以失恋人看这世界 基本上是非常灰色的 认为所有人 基本上都是假的 本人曾经就有过这个经验 非常颓废啊 非常颓废啊 然后来上课 像是行尸走肉啊 那魂根本就没来 然后来的只是一个躯体 因为你觉得 你根本就不在人间 你可能就在无间道 也不是人也不是鬼 也死也没死透 活也不像活着 失恋人有时候 会产生这种状态 很可怕 很可怕 我自己经历过 真的极度可怕 现在想想都觉得 哇当时没做出不好的事情 真的也是邀天之幸 邀天之幸 有时候同学会来找我 那个一看一进门就知道他失恋 连话都不必说 然后有些同学就觉得 老师你好神 老师哪是神 就经验多了 看失恋人看多了 你这脸上写着失恋二字 你自己不知道 我知道 这要像CSI一样 拿什么光一照 就失恋 老师我失恋了 不然怎么会来找老师呢 好好的人 什么人来找老师呢 我们当老师就有这个奇怪的宿命这样 你好好人 你来找我干什么 老师我刚好经过 少来 这地方怎么会有人刚好经过呢 真是 我真的听过很多 老师我刚好才经过这样 I'm just in the neighborhood 你看电影看太多了 这台词都从电影上抄下来的 好 那衣服对象如果不在 或者不够敏感 婴儿会焦虑心不在焉 所以当爱情对象表示 莫不关心或者拒绝 个人就焦虑心不在焉 无法专心 像今天问的问题 就很像这样 他喜欢我 为什么还跟别人在一起 为什么还跟人家拍大头贴 或者什么贴脸照 这什么意思 你就问他吧 你不要问我啊 对不对 你下次就跟他说 你跟别人拍一张 我也得跟你拍两张 用这种报复法 也许会有点帮助 不过也许增加他去跟别人拍贴脸照 因为他这样赚到 他就跟别人拍一张 回来跟你拍两张 好 另外呢 衣服的行为包括寻求亲近跟接触 抱啊 触碰啊 小孩哭 大人通常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把他抱起来 有的小孩一定要抱着才能睡觉 那有的爸妈会觉得 或照顾者会觉得很辛苦 有人会觉得很亲爱 触碰 爱抚 接吻 摇晃 这都只对小孩 微笑哭泣 跟谁紧抓 那浪漫爱呢 也差不多 跟爱情的对象 拥抱 到了冬天 就更明显了 拥抱 那现在你们这个时代 在街上随便拥抱 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的 我有一年啊 这个大概十年前了 我现在讲故事都可以有这种十年前的故事 真的很可怕 我们社会记在后面 我们旁边是资讯戏 然后那旁边就有一个阅读的小女生 一个石像 然后那旁边有个路灯 我以前住学校附近啊 很晚回家 在七点多左右冬天 然后就看到路灯下 就站在路灯下 有两个人拥抱着 看得非常清楚 两人拥抱着 那我就走过去了啊 走过去一看 哎呦 那女的我认得 那女的回来也看到老师了 就说老师好 还一直抱着 我就极度尴尬 我先看一下别的地方 因为我有过那个老师好 然后我回答 结果跟我无关的事情 我一直在大学口吃饭 然后那个我就背对着饭店里面 然后我的同事也是大学老师 别的学校来 然后就面对那个 然后就那边就传来一个声音说 老师好 然后那个人就说 哎同学好 这样 我说你学生啊 他说我不知道 他不是我们学校 你摇个什么手啊 他说反正人家说老师好 你摇手一定没错这样 然后就听到后面大笑 我想怎么会有人大笑 老师好 然后老师说同学好 这事情就了了嘛 对不对 那么大笑我就回头一看 哎这不是我的学生吗 我说你们这么乱 乱叫老师好呢 老师我们是叫你啊 我说那他要招什么手呢 他说我们怎么知道 很闹啊 在大学口那里 这个来了往往人非常多 所以我回来说同学 你真的要跟叫老师好 老师走在路上 都大概都是跟我一样行业 这都是老师 你就干脆叫孙老师好 唯一的尴尬 是万一我和孙维新老师走在一起 那就尴尬到不行 对不对 孙老师好 我们两个都哎同学好 有一次我碰到碧肯达老师 我们俩在比谁的人缘好 谁的学生多 然后刚好走来一个 然后非常巧 我们班有一个双胞胎姐妹中的一人 在我们系 有一人在他们系 然后走来那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那个人是谁 我们俩就来比 你知道西风跟那个太阳 对不对 西风走来 然后太阳走来 反正我们就说 我就跟他说 哎小碧啊 如果那个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系的那个人 他说不 那个人是我们系的人 我说怎么可能 不然我们走过去看他谁 他跟谁打招呼 我们俩就这样玩游戏 然后就在这个前面 结果那个同学就问了一声 老师好 没有人得胜你知道吗 快说同学你站住 我们一定要问个清楚 你是跟毕老师打招呼 还是跟我打招呼 他说当然毕老师的 当场毕了你知道吗 那小毕说你看吧 然后就好伤啊 后来我在路上看我的学生 我都不敢打招呼 然后他说老师好 我一看毕老师不在 我说你是我学生 他说对啊老师你怎么这样 我说因为上次看到你姐姐 他说不 那是我妹 双胞胎真的造成人很大的困扰 他们高中都一直念同一个学校 我说那你有没有换过班去上课 他说有欸老师你怎么知道 我问你双胞胎不就玩这个吗 对不对 谁分得出来谁是谁啊 他们还不同班所以就换班 就帮忙换班 那就换班 好高兴他们就这样 然后同学都以为是那个人 同学都分不出来 所以这也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碰到这种双胞胎 这双胞胎唯一的乐趣 没有辨识度 所以可以玩这个游戏 我一般人都有辨识度 所以不能玩这个游戏 好那这个呢接下来呢 分离失落时候的痛苦 我们就念浪漫这边 在分离或失恋的时候 挫败会哭泣啦 所以你谈恋爱失恋了 当然哭啦 还有别的路子吗 没有别的路就哭 我就建议你去那个化学药品行 买一个容器 最好是一公升的那种 你就看收集眼泪 可以收集到多少 收集到一公升的时候 会有变化 可能你眼睛就瞎了 什么之类的 每次都觉得 同学说 老师我怎么样可以不哭 我说你就哭吧 怎么样不要哭 哭瞎了眼就行 老师我真的很难过 我说那有哭嘛 你很难过又不哭 憋着对身体不太好呗 能够不难过吗 老师有没有不难过的方法 我说我不知道有啊 如果有 那我不就得诺贝尔奖了吗 失恋一定难过的 你就哭嘛 面子便宜嘛 你就哭嘛 对不对 记住面子不要丢在马桶里 马桶面子是不能够被马桶溶解的 这有学生非常认真地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应该不知道 我说那卫生纸 卫生纸可以 卫生纸跟那个面子 它们的那个质料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应该有人也知道 环保 所以你的面子不要丢在马桶里 因为它不会分解 或分解比较慢 那卫生纸是可以的 我的一个老师讲得非常狠 他怎么拿插嘴巴 插那个地方东西来插嘴巴呢 这什么 这话营绕在我脑中 就像说你不觉得 喇唧就像跟荣原 嘴巴摆荣原一样 营绕不去很可怕的画面 好 我真高兴的是在我喇唧之后知道的事情 喇唧前知道的话 我这辈子大概跟喇唧绝对绝缘 另外呢就是爱情对象重逢 或怀疑爱情对象不会回报 却回报的时候 有一种意外的惊喜 那个爱情电影里面有关那个误会 误会以后冰事以后 那两人的关系就会更上层楼这样 所以误会有时候长远来看 误会是一种催化剂 让感情会更美 那电影里面经常在 爱情电影特别是 经常要有一个梗是他们两个有误会 爱情电影没有一个梗有误会 就没意思 我当初也以为那些年那个梗 是因为要铺后来什么 后来发现没有 那梗完全就是 就不是个梗 这样懂吗 好 我这样讲到时候他会不会 上我的网站啊 让他破坏搞破坏或什么 后来回应一下 好嘞 欢迎他来 我有粉丝业 欢迎他来 我怕什么呢 他念社会学的 我们也可以谈谈社会学知识 爱人之间喜欢分享经验交换礼物了 所以连礼物都没有 那你至少要分享经验嘛 还有很多礼物不是那种 你一定要很实质的 那个冬天快到了 很多人在圣诞节前谈了恋爱 女生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帮男生打围巾 本人以前也接过一条围巾 后来试点以后就不知道如何自处 他就送给我南部来的同学 说天气冷了我关心你 他就哇台北人好好 懂吗 这也是一个办法 那我以前住在一个 曾治店的楼上 那曾治店呢 常常在快到冬天的时候 大概这时候就开始有人去说 老板我要买最贵的毛线 这一卷多少钱 请问打一卷围巾要多少卷 这样老板就跟他讲 老板说你会打吗 不会老板就塞给他一个板子 然后听说那就是 连最笨的人塞个板子 都会打出一条围巾来这样 我觉得你干嘛不就买一条呢 买一条丑一点的 然后你就号称 你就到那个网络上 搜集那个瑕疵品 然后就这是我做的 然后那个反正那家伙一定会很感动嘛 对不对 那瑕疵品呢 哎呦那就你的情意在里面比较重要啊 对不对 你这样就把瑕疵品 有了一个另外一个出路 好吗 这也是一个办法 虽然有点撒谎 但是小小的乐趣嘛 所以好第三 接下来爱人之间 喜欢分享经验交换礼物 这刚刚讲过对不起 爱人之间呢 会长时间的注视对方 这是尤其在喜憾期 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坐在图书馆 就一直看着对方 不是那种 一个人看另外一个 一个人看地上那种 两个眼神 你就不知道在传书什么的 蓝牙了吗 你就看他牙 同学对不起 你牙张开一下 干嘛 看你是不是蓝牙呀 两个看着就像那蓝牙传书啊 我看过这种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我以前也做过啊 上课 有的时候老师上课 我们两个就这样对看 看着你就觉得那 真的就像QR code里面好多资讯啊 你就看着它 你就觉得有个QR code在里面 你觉得我们下课要吃什么 昨天的巧克力好好吃 哇一堆 你喜欢的那围巾什么颜色 资讯之丰富啊 你知道吗 那天老师都觉得 我课有讲那么好吗 你笑成这样 老师完全误会 还有呢 爱人间长时间住对方 迷恋对方的身体特征 人家说 哎呀你的耳朵好大 好漂亮 你的耳垂真是 我耳垂小时候最麻烦 就是同学 我们喜欢玩叼耳朵 你知道吗 谁输了 我输的话 他们就会叼我耳朵 所以我一上课 我的耳朵一定是红的 因为下课就被叼到 然后他们都没肉的 叼了我头还手还会痛 我这种 你知道多软啊 叼的我那样 哎呀 到现在都还记得 小学同学会答来说 哎 我们以前都叼你耳朵 这种事情还需要再讲吗 很惨啊 所以耳垂那么大 有好命吗 好像没有 但至少跟人家叼耳朵的时候 是人家很喜欢跟我玩 蜜蜜特征啦 有人会迷恋对方味道 以前星小夕有首歌嘛 什么 什么爱上你的袜子 然后什么抽烟的味道 什么之类的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爱上袜子 不太好的那个啊 身上什么香烟的味道 可以怎么样 那天看一个电视说 日本人发明 日本人在小地方很厉害 好怎么样去除衣服上烟味呢 就是在一个 把衣服摆在一个袋子里面 然后用吹风机 然后再撒一点酒精还是 还是什么东西 就可以快速的去除衣服上 香烟的味道 蛤 会烧起来啊 好像不会啊 不 你就上网查一下 就是加一个什么东西 不是酒精喔 等一下我讲错了 反正就是吹风机 那会烧起来是不是 对不起喔不能那样做 我往吹风机加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可以快速的去除那个味道 谢谢你提醒 不知道什么东西你上网查一下 好 所以耳朵啦 头发啦 那有人谈恋爱的人 就会特别女生留长头发 那男生还要帮他剪分叉 我那时代真的同学就坐在 女的就坐在男的大水上上课 还说你们这时代的人淫荡 那我们那叫什么呢 你到外国去坐电梯 千万被下楼的时候小心一点 那下电梯会下楼 然后就会说狗淫荡 骂你啊 我是觉得我应该拍一个电影 然后在那个那个那个宾馆里面 宾馆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上楼没有电梯 你就下楼电梯 然后那下楼就是国际语言 狗淫荡 你知道吗 你们这淫荡的人 那你能告电梯吗 不会嘛对不对 会说话的电梯 具有道德感的电梯 各位上国有课 你应该知道我对道德机械 或道德科技非常重视 对不对 上次有讲过如何发明道德汽车 好爱人之间有时候感到爱情对象融合为一 平衡融合跟自主 经常关心的问题 那融合跟自主有时候是矛盾的 有时候你希望今天中午自己吃饭 因为你下午上课要报告干嘛 可是呢 你可能在交往过程中 习惯了两个人一起吃饭 所以从两个人一起吃饭 到每一餐都一起吃到 然后改变到有一餐不要一起吃这个 是一个大的跳跃 我就有碰过学生有一天 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吃饭 我说好啊 那就一起吃饭 我说等一下 你为什么今天要跟我吃饭 你不是平常都跟谁谁吃饭吗 他说老师我们有协议 我们中午不要一起吃饭 因为他要做实验 要连续什么什么之类 然后我说好啊 那我们一起吃饭 他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那种叫什么 离婚的感觉 我说为什么 你这跟我老师吃一顿饭 你觉得有离婚的感觉 你应该有外遇的感觉才对 你讲什么的你 那一团混乱 然后他说因为每天都跟他吃饭了 习惯了 然后现在一下子要跟 不是跟他吃饭 他觉得怪怪 后来在一阵子他就不说这话了 这是一个适应期 有人就过不了这个适应期 甚至男的提出这个proposal的时候 女的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为什么你以前就一定要我每天餐给你吃 然后现在你说这餐不要吃 这什么意思 你是个别的女人 有人会这种无理取闹了 或者没有信贷感 好 那接下来的呢 35页 尽管许多成人觉得可以 而且正是爱不只是一个人 可是强烈的爱 却在同一时间只爱同一个人 这排他性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是同时间 只会跟一个人在一起 可是不同时间 你会跟不同人在一起 有人叫做 这叫做连续性的单偶婚制 serial monogamy 就是你会 或连续性的一个配偶 单偶制 就是你不会在同一时间找两个人 但是那个恋情逝去以后 你会再找另外一个人 所以这个也是 没有排他性的意思 那你排他性 如果真的强烈排他性 你初恋以后 你不可能有第二次恋爱 因为第二次恋爱就是 你就可能爱一个人啊 那第二个人你怎么可能爱他呢 懂吗 所以排他性有另外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 你成熟一点 你知道你 很多人到了大学以后 到社会上都不是初恋 虽然我认为初恋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你只要跟这个人第一次恋爱 那都是初恋 但是一般人认为不是 那不是初恋 你就不要问一下这个 很多人对对方的初吻 不是给他这件事情 非常的痛苦 有一个女生就跟我讲 上次老师我的男朋友对于 我的初恋不是给他这件事情 他觉得非常痛苦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我每次接吻 他都一想到这个 他就不能接吻了这样 我说他 他说老师有没有办法 我说有啊 你可有没有看小叮当啊 我说你就是找一个任意门嘛 回到你第一次跟别人接吻的那阶段 然后你去停止嘛 然后他听了我 他就觉得老师你神经病 那种眼神这样 那我的眼神就说 你要让我认为你是神经病 还是我是神经病 结尾的能怎么样逆转这个情势啊 你跟一个完全不能够接受 不能逆转事实的这个人在一起 你是什么前途啊 这事情都不能沟通 你还跟这个人在一块 那完全不能逆转 而且那个before his time 那连这个都没办法沟通 那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有什么前途呢 我完全看不出前途 我建议他们分手 最后这个男的出现了 说我要来见你们老师 我想找茬来着 那男的就来 来了 他说老师 听说你建议他我们分手 那男的又高又大 坐在我的研究室里面 我像站着 你知道他有多高 我说同学坐起来 他说老师我已经坐下来 那我当然就要在学生面前 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啊 这跟你们讲 你们都觉得老师你在假的吧 你讲话真真假假都掺杂的期间 那随便你想啊 最后呢 男的竟然同意我的想法 可是老师我还是很难 那个抛弃的想法 我说你很难不要变成障碍就好 你不要每次跟他接吻都说 你有的吻他你乐的你 你干嘛 你要到时候他不跟你吻吗 哇两个人还在我面前吵架 吵给我看 真的live show 真的是 没有做别的事 只有吵架 所以我就跟他讲 你这不可逆转的事情 我就 我说你不可逆转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当成一件事呢 你不是自寻烦恼吗 我说你不是自寻烦恼吗 何必呢 要不然你就不要在一块 我说我的逻辑就这样 他想想说有道理 然后他说但是老师我不想跟他分开 我说那你就不要把这事情每次都卡在那儿 你不想跟他分开 就不要想这事不要讲这个事 get over with it 不要再想这个事 你光想这事情只有搞砸 后来两个人有没有继续在一起 我不知道 但那个难得很高这一点 我一直记得 好啦那今天就先上到这里